第1341章大军出关 绞杀王老二 持中堂在加古关等待着 用剑周围诱饵 实则便是挑衅 秦王死人领军多年 必然瞒不过他 可成的这个谋划 也未曾想过能瞒过他 大堂上 赫尊侃侃而谈 剑周不过万余人 且还是他的手下败将 面对这等诱饵 他吃不吃 吃便是上钩 不吃 心中憋屈 赫尊冲着石中堂拱手 大王曾说过 大军厮杀 许多时候不是看兵力多寡 而是要看气势 他回身看着文武官员 目光炯炯 如今我军丢下一个剑周 他若是不吃便是阙了 人一阙 气势便被削弱 这才是目的 阿什纳春玉说道 王老二来了五千奇 这是 半遮半眼 赫尊轻蔑地道 极想应战来迎娶主动 又担心被我军夹击 首属两端 此战 主动在我 大王可在 外面有人问道 在 等着 池中堂进了皇宫后 挑选了一些内侍跟在身边 出兵时 依旧有内侍跟着 一个内侍进来禀告 大王 有赤猴来了 赤猴被带进来 可是李玄出兵了 阿什纳春玉问道 大王 王老二王家古官来了 大唐上死急 克尊也在愣神 王老二王家古官来了 他难道不知晓 这是一条死路 克尊的脑海中 电光石火般地闪过一个念头 不好 为民为矣 池中堂沉生道 王老二王家古官而来 为民必然追杀 而李玄 此刻必然起兵而来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阿什纳春玉面色难看 他这是要用王老二的五千人 来换取魏父使妈 池中堂眯着眼 引住眼中立色 大战之前玩心理战的例子 多不生数 玩得高明的 能令对手手足无措 或是勃然大怒 人的情绪一旦波动 做出的决策便会走偏 这便是心理战的目的 池中堂丢出一道提给李玄 等着他愤怒 李玄却反其道而行之 这一下 难题丢给了他 不动为名为乙动 这便是被迫出战 而且 原先的心理优势荡然无存 众人在看着他 池中堂深吸一口气 出兵 大干十五年初秋 池中堂律大军出加谷关 群求与北将军决战 王老二带着五千旗向着加谷关及持 按照秦王的交代 他将义无反顾地冲到加谷关之前 随后掉头 若是敌军有伏兵 必然就在他的身后 冲杀 其他的你就别管了 李玄如是交代道 换个人还得私存一番 王老二却深信不疑 二哥 头顶 王老二抬头 就见一个身影在左侧的山壁上闪动 比之猿猴还灵活 撤他下来 王老二说道 那身影闪动 竟然往下坠落 且慢 腹横落地 看着那些武功 心底不禁发寒 老傅 王老二纳闷地道 你在上面寻猴呢 老傅 傅恒忍着一口老血 老二 这是个圈套 加谷关并未出兵 赶紧走 不 王老二满不在乎的道 我就是去看看 那是龙潭虎穴啊 傅恒 快 为您在距离王老二七里开外紧追不舍 若是让王老二在加谷关下药物 时钟唐能剥了他的皮 王老二刚掉头 突然再度回身 不对 快 图上带着两万骑兵正在急迟 他一直在周边游异 直至接到了道州的命令 令他接应王老二 若是发现有追兵在追杀王老二 夹吉之 叛军想夹吉王老二 图上想夹吉叛军 后续北疆主力出动 加谷关必然也会出动 这个局面之分杂 只是想想 图上就头皮发麻 天神啊 这一场大战 竟然是用这等法子开启 仓促 就像是一个大汉见到心仪的女子后 压根就没什么准备 简单粗暴 母舰 王老二带着五千骑在一个转弯的地方等候 马提升渐渐接近 王老二举起手 兴高采烈 当第一个叛军骑兵转过来时 看着那五千手握弩工的北疆骑兵 恶然 震惊 以至于愣了半晌后 才喊道 敌袭 放箭 一波弩箭令追兵人仰马翻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跟着我 王老二带着五千骑就冲杀了过去 快 加谷关中 大军依旧在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持中堂在中军 不断发出指令 骑兵突袭 务必要杀了王老二 既然心理战失败 那么 就杀一个李玄的爱江 看他会如何 告知南边 盯着北将军主力动向 若是到州空虚 便攻击之 若是到州戒备森严 便刺激甲击李玄 持中堂吩咐完毕 回头看了一眼 大军依旧还在出关 源源不断地将士士气高昂 快 裴剑带着骑兵在吉池 在后面就是李玄率领的大军 杀 王老二带着五千骑 在敌军中冲杀 围住他 魏明在周边指挥 传声道 别人不管 务必斩杀了王老二 至于活情 他压根就没想过 杀了王老二 他便能挽回损失的声望 随后 他的眼中多了阴朗 想到了赫尊 赫尊的目的后来他知晓了 目的没问题 但不该拿他来作发 而时中堂拿他来杀鸡锦侯 更是令赫尊被敢羞辱 斩杀王老二 他当看看赫尊 看看 伤亡会是什么模样 王老二带着麾下反复冲杀 不断冲垮当面之敌 果然凶患 有人赞道 魏明说道 层层拦截 周边的叛军不断往后而去 形成一层层的拦截线 王老二突破一层 抬头一看 后面还有无数层 换个人早就绝望了 可王老二是谁 一颗 他竟然忘记了做生意 不禁懊恼地拍拍脑袋 身后 两个长老浑身一松 开始娴熟地接人头 而那五千旗也是如此 二哥的生意都开张了 咱们怕个鸟 哒哒哒 迟于其感到 看到这个局面 心中一喜 随即寻到了魏明 大王领军在后 令父使务必要留下王老二 领命 魏明低头 眼底有阴冷之意 迟于汉族结阵往王老二那边冲杀 闪开 他们有人拿着武功 有人拿着狼牙棍 有人拿着长枪 这还是一套组合 在战阵上专门猎杀对方的将领或是汉族 王老二刚收割了一颗人头 心中一冷 随即趴在马背上 两只弩箭从他的脊背上掠过 差点射中寿长老 接着 长枪刺杀 王老二直起腰 一刀斩断了枪杆子 接着挥刀 前方两个叛军咽喉喷喷血落马 静风呼啸 狼牙棍破口而来 王老二杀得兴起 随手抢过一杆长枪 就这么扔了过去 他策马冲过去 身后 使狼牙棍的叛军被长枪穿透了胸膛 他冲进了剩下的汉族中 顿时一片血雨腥风 二哥太猛了 两个长老看到王老二杀得如此犀利 不禁大声喝彩 王老二杀人干净利落 能一刀绝不两刀 而且每一刀都是冲着脖颈去的 李明明知晓他要取人头 可却躲不过 这种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猎取人头的恐惧 令直面王老二的叛军魂飞破散 放箭 后面一波不分敌我的箭雨破退了王老二 大王 为副使堵住了王老二 持中堂点头 好 克尊说道 绞杀此人 大胜可齐 此次叛军出关的人马 加上为明麾下有九万 九万大军 对面的北将军是七万 这等规模的大战 局势每一刻都在变化 但所有的变化都离不开一个字 是 两个统帅就像是起手 不断落子 不断适应手 此刻 时中堂的适应手被李玄凶猛反击 该他落子了 绞杀王老二 这是时中堂的应对 好 看到麾下在前方成功延缓了对手的速度 为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一旦失去速度 一同失去的还有气势 副使 大王率军正在赶来 身边的将领喜笑颜开 时中堂的大军一道 王老二还能往哪逃 哪怕是神灵来了 也无法拯救他 为明的谋中却多了些冷意 时中堂令人当众则打他 不但是杀鸡儆猴更有警告之意 别给本王结党营私 收敛些 这是时中堂传递的信号 作为时中堂麾下的二号人物 为明的身后站着一群文官武将 这群人都是食肉动物 要想让他们紧跟着自己 就得不停地为他们提供肉食 也就是好处 而大家抱团 能攫取更多的好处 这便是个良性回圈 也是一个死结 解不开 一旦这个回圈被打破 带头大哥的下场多半不会太好 清许 大王这时感到了威胁 为明低声道 在大王到来之前 击杀了王老二 领命 为明看看身后的好手 上 这是他压乡底的好手 此刻也不得补上 唯有弄死王老二 他才能翻身 几个好手策马冲了上去 赤修士 几个北江骑兵被他们轻松斩杀 傅恒对王老二说道 后退 退个屁 王老二却是眼珠子发红 这祸 竟然兴奋了 几个好手策马而来 近前 一人飞掠 手中扔出了几把小刀 腹壁身形闪动 轻松避开 王老二策马突然加速 让小刀落空 杀 横刀闪着力芒 闪电般的交错 当 对手的横刀不及王老二的坚韧 当即崩裂 但随即另一个好手上来 只是一拳 便即退了王老二 退 傅恒咆哮 拼着受伤 斩杀了自己的对手 随即飞掠过来 挡在了王老二身前 老傅 看到傅恒被围杀 王老二咆哮着往前冲 杀了他 这是开战至今最好的机会 为名双拳紧握 哒哒哒 前方突然大乱 接着号角声传来 嫡袭 一只骑兵从南方出现 突击了叛军 老二 枪吟闪烁中 涂上心急如焚 平 王老二一全集退一人 和傅恒并肩而立 副始 北将骑兵来了 一个将领满脸是血来禀告 多少人马 为名问道 数不清 草民马 为名此刻知晓 王老二和自己都成了双方统帅较劲的工具 大王还有多远 无礼 无礼 北将援军攻击犀利 为首的那人无一人能敌 谁 涂上 南帝枪王 为名深吸一口气 看到前方大乱 撤 第1342章邪不押正 大军浩荡 顺着官道前行 特增微笑道 当初大唐高祖皇帝出官时 大概也是如此吧 当年李氏功伐关中 以关中为基业 作官天下风云变幻 最后大军出官 并顶江山 持中堂此刻便有些这等感受 上位者在这等时候 其实都需要下属来逢迎一番 骚骚自己的阳楚 连英明如秦王殿下 也需要将赫尔来赞美几句 心中才舒坦 这是人之常情 但时中堂的麾下 唯有和尊有这等察言观色的本事 且能知晓他的心意 当自己的阳楚 平凡被一个臣子骚动时 这个臣子就成了 上位者眼中不可火缺的人 这种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称呼 明臣 宁臣 至于归于哪一类 更多要看结局 以及史家的比 其他人这才想到这一茬 纷纷赞美着此次出兵的重大意义 并展望了此战的光明未来 天下瞩目 特遵用四个字总结了这一战的意义 逃亡的队伍中 不时有人倒下 倒下的人会被就地掩埋 你要说寻个先生做法事 还得找一块风水堡地埋葬 没那回事 周晴在马车上看书 阿爷 周尊在车外说道 有信使来了 这是关中的战报到了吧 周晴放下书 史中堂的问题在于无法舍弃南疆 故而 子太破道周 他便必须出战 信使到了皇帝那里 陛下 叛军集结 往家谷关去了 皇帝也在看书 闻言抬谋 立马闪过 要决战了吗 随即 皇帝召集群臣议事 周尊也被叫了来 官道上自然没有什么大唐大殿 就是用布漫围出了一个空间 皇帝和群臣在这个空间中商议 叛军集结前往家谷关 这是要出官决战的姿态 到周被迫 史中堂不得不出战 关键是 此战 谁能获胜 众人莫然 持中堂获胜 回过头会继续追杀他们 而且 他们再也无法反攻关中 若是秦王获胜呢 关中迟早会易主 秦王掌控关中 那人打得可是讨逆大旗 孝敬皇帝当年的遭遇 和太上皇 皇帝脱不开干系 为人辞者 若是不能为父报酬 天下人都会戳他的脊梁骨 李玄一旦执掌关中 必然会攻伐蜀中 为父报酬 众人面面相去 皇帝感受到了气氛 问道 张青 一直想躺平装死的张焕心中叹息 出班说道 陛下 叛军十余万 北将军南下 补给艰难 此战不会超过八万人马 继续 皇帝淡淡地道 北将军手握到周 有了根基 不过此战最大的麻烦是 北将军身处南北夹籍之中 张焕干咳一生 至于胜父 臣 不敢妄言 老夫把情况介绍了 至于后续如何 看老天爷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 杨逆身处逆境 正奇问道 可以这般说 张焕说道 十余万对七八万 且叛军拥有战略优势 论天时 北将军习惯苦寒之地 故而天时不利 又五位大将军 陈霄知晓皇帝 想知道些什么 论地理 北将军态势不妙 论人和 北将军远来 天时地利人和 皆在叛军一边 这一战 不言而喻 皇帝汉守 祖宗护佑 群臣散去 走出维曼 周尊回首看了一眼 就见皇帝的身影 在维曼中缓缓站起来 身边的那的是寒石头吧 皇帝抬头 突然咬牙切齿地道 正宁可躲在蜀地不出 也要看到那个孽种大败 除道难 一手难攻 石中堂此战获胜 不会急切功法蜀地 故而 咱们还能苟且一些年头 是啊 两个官员从马车边走过 赵三福坐在马车上 双腿摆动着 说道 此战究竟会如何 另一侧 郑远东说道 唯有问皇春辉 赵三福摇头 我可没这个交情 看 梁静去了 赵三福看到梁静急匆匆地往后面去 不禁叹道 这人 其实适合做朋友 黄春辉没事而就晒太阳 而孙闻也不来打扰他 颇为惬意 躺在大车上 阳光温温地照在胸腹上 有些阴冷的内腹渐渐回暖 很是舒坦 当年他被赫连红的师父重创 虽说一直在休养治疗 可终究无法彻底恢复 阿爷 黄露过来 梁静来了 哦 黄春辉大腊着眼皮坐起来 黄露想扶他一把 可梁静更快 几步上前 扶住了黄春辉的手臂 慢些 慢些 黄春辉汗手 麻烦梁襄了 应该的 梁静爽直一笑 方才有消息传来 叛军集结赶赴加谷关 朝中都判定这是要决战之意 他们不看好北将军 黄春辉问道 对 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皆在叛军一边 梁静咬牙切齿地道 狗约的实逆 做了反贼还这般风光 黄春辉玩耳 黄湘 此战 你觉得如何 梁静有些忐忑 若是时中堂大胜 他们兄妹的下场可不会好 何谓天时地利人和 黄春辉自问自答 归根结底 便是创造各等条件 让几方处于战前的优势罢了 老爷子这是要给我上课呢 梁静很是恭敬地坐下 就差拿出纸笔来记录 北疆直面北辽威胁多年 这么多年 我北疆将士 早已习惯了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皆在敌手的局面 黄春辉接过黄路递来的茶水 喝了一口 他们把什么都算到了 可却少算了一件事 何事 时逆起兵乃是谋反 为的是一己之私 这一路征战制造了多少杀孽 而子泰起兵却是讨逆 他本天皇贵胄 起兵讨逆理所当然 他起兵 乃是为了大义 时逆为邪 子泰为正 自古 邪不压正 说是叛军集结准备出关决战 正在干活的花花听到身后传来一句话 也没回头 知道了 他看了一眼皇帝的所在 低声道你的好日子越来越近了 屠商率军突袭叛军 为您败退 为您率军后撤 直至遇到了时中堂的大军 那屠商绿数万起兵突袭 臣无能为您跪下请罪 把背上的时中堂一着眼 为何不警戒 那屠商用兵训捷 是后来不及市井 无能持中堂淡淡的道 是为您俯首 眼中的阴郁越发的浓郁了 此刻文武官员都在 时中堂的一句无能 令魏明灰头土脸 魏旺这个东西很难建立 但削弱却很容易 大军 徐徐而静 随着时中堂的命令 事后和尤其纷纷出击 大王 李玄领军在十里开外 继续前行 时中堂说道 他越靠近加古关 被夹击的危险就越大 殿下 时中堂的大军来了 和图上王老二一起回来的还有这个消息 人马多的看不清 好 李玄的目的便是打破时中堂在加古关中等待战机的聪荣 时中堂出关 就再无回旋的余地 战略主动 终于平衡了 李玄说道 后撤 大军若是在此决战 剑州 越州 都是他的敌人 唯有靠近道州 北将军才有根基 他谋色深邃 神色丛容 举手投足自然带着威仪 令人心折 大军缓缓而动 王老二和图上来了 还有傅恒 殿下 窝亏了老傅 王老二把手上的傅恒拽过来 不 李玄问道 可是冒尽了 哪有 王老二说道 他们出动了修士 幸亏老傅出手 后来挡在我的身前 否则 殿下定然便看不到我了 傅恒看着有些局促 天可怜见 他可是面对宁亚运都能从容出手的修士啊 不知怎地 面对李玄时 竟然有些紧张 李玄汉手 好 随即大军徐徐而退 傅恒回到了云山修士中 伤势如何 郭云海问道 挨了一掌 两刀 傅恒面不改色的道 有弟子过来为他处置伤口 一个长老狄估 殿下就轻描淡写了一个好字 住口 郭云海喝住了长老 然后说道 殿下这人对自己人极其户短 他对你越是客气 就说明越是没把你当自己人 你想想 若是家中亲人帮你了一把 难道你还得长天累赌的去感谢他 不会 那个长老恍然大悟 这是 老傅好运气 郭云海笑道 老夫一直想如何接近殿下身边的那些人 没想到了啊 却是你打开了口子 傅恒淡淡地道 老夫没想这些 只是见着了出手 仅此而已 大王 北将军徐徐而退 赤侯带来了北将军后撤的消息 克尊说道 大军出关 李玄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他此刻后退 定然是想靠近道州与我军决战 如此 身边有依托 且梁道无语 北将军身处陌生的环境 大战前 最关键的便是梁道 池中堂说道 天气早晚为良 这是最好的决战时机 赤侯来报 李密放缓了逃亡的步伐 便是在等待这场大战的结果 池公明退回惠州 他舔势着伤口 也在等着此战的结果 北将军七万 其中敢死赢三万余 另外 玄甲齐也在 克尊看了一眼阿史纳哲明 玄甲齐的对手便是他们 阿史纳哲明淡淡地道 虎抱其苦练多时 这一路厮杀从未遭遇敌手 老夫 其代被制 哲明永远都是这般信心十足 令本王欢喜 池中堂很是关爱阿史哲明 为明的眼中多了一抹阴郁 大军缓缓而静 直至建州 阿史纳燕荣出盈 臣 无能 他在围道周之败请罪 池中堂下马 新手扶起了他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以对本王忠心耿耿 本王尽知 阿史纳燕荣热泪盈眶 哽咽道 臣恨不能此刻变为大王战死 战死妈 还早 池中堂拍拍他的肩膀 看了为明一眼 本王更希望你等能善始善终 为明低下头 这话是在敲打他 池中堂谋色突然锐利 令和喜燕整军备战 带两军绞杀时 寻击出击 和喜燕掌控那三万大军 一直在到周以南隐蔽待机 领命 池中堂目光炯炯 这是本王的南方 功龄不远 让他们父子合葬于一处 想来孝敬皇帝在地底下 也得感激本王吧 第一千三百四十三章骂人的好处 北将军退了 二十那燕容站在城头上 看着远方缓缓而退的北将军大队人马 眼中闪过绿色 他看到了那面大旗 讨逆二字一以生辉 马川也在看着这面大旗 他有些茫然 讨逆 谁是逆贼 将军 大王的大军必然就在后面 若是咱们出击 有人谏言道 拖住他们一刻 大军赶道 必然大胜 马川不禁叹息一声 那将领剑壮就不满得道 老马觉着不可 作为将将 马川虽说是阿史纳燕容的副手 可实际上帝位并不高 刚开始时不少人讥讽他 甚至是羞辱 直至阿史纳燕容收拾了两个刺头 他的境遇才好了些 马川指着那面大旗说道 李玄明明可以远一些 在我建州视线之外撤离 为何要靠拢 将领 这样快一些 马川苦笑 他便是在期待着咱们出击 将领 马川不知怎地 觉得腹中有一团火 稍得心中难受 出言激凤 当初多少人想坑李玄 那些人你可知去了何处 不等将领开口 马川看着他 说道 两个去处 其一 违北江修路 其二 在京关中 你 想去哪 将领大怒 狗贼 你也敢消遣爷爷 够了 阿什纳燕容喝住了二人 马川看着大队人马渐渐远去 突然低头 无声地道 若早知秦王能如此 老夫何苦投了逆贼 世间若是有后悔药 阿什纳燕容一定会耗尽家财去买一颗 他想时光倒转 回到自己谋划到州一战之前 然后 把自己到州之战的想法掐死 持中堂的大军来了 阿什纳燕容带着麾下出城相迎 见到魏明面色难看 心中就知晓这一战的结果了 进城后 他寻了各相熟的将领询问 此战如何 王老二直奔家古官 魏副使半道准备伏击北将军主力 等了半赏不见 便决定为杀王老二 谁知晓螂蜂捕蝉 黄雀在后 那位南帝枪王率军在后面 就等着他出来 反手就给了他一下 魏副使败退 将领见阿什纳燕容怅然 就问道 可是不妥 是不妥 阿什纳燕容说道 老夫当初联合三周之力 给李玄布下了天罗地网 自以为必胜 谁知晓 自己却成了鱼儿 所有的手段在他的眼中无所断行 从那一拜开始 老夫就知晓 想挖坑买李玄 要小心 什么意思 先看看自家离坑有多远 免得最终埋的是自己 石中堂意志坚定 且能忍住追击的诱惑 不俗 归城时 半道准备的一万伏兵被召唤出来 李玄对石中堂的评价高了一级 韩记笑道 若是他知晓殿下给他挖了这么多的坑 估摸着几倍也得发寒 进了道州城 天色不早了 李玄吃了晚饭 吩咐没事而别打扰自己 国公要做甚 江赫尔问道 睡觉 李玄说道 赫连燕娇笑道 赫尔该去给殿下事情 呸 江赫尔脸红红地去追他 李玄进了房间 准备了文房四宝 开始写信 姨娘 叛军进了建州 我军就在道州 大战尽在眼前 估这些年所有的谋划 所有的心血 本以为会用在攻打关中上 可没想到 最终却是与叛军决战 这一战天下瞩目 若是有人问姑可有信心 有 姑 必胜 凌晨 李玄起床 依旧如往常般的修炼 内袭依旧如往常般的半死不活 不过却平稳地令李玄觉得自己就算是神有物外 内袭依旧会自我增值 太稳了 稳得一批 这么密集怎么像是乌乌烧蛇呢 李玄摇摇头 不 是王者之术 王者许多时候就像是乌烧蛇 懒洋洋的 外人说是沉稳 深沉 实则就是装个笔 殿下 江赫尔进来 敌军赤猴突然发力 为杀了我军三对赤猴 这是节奏 持中堂就像是一条懒洋洋的乌烧蛇 突然咬身一变 变成了眼镜蛇 让老二去 告诉他 尽情杀人 初级 王老二带着尤其开始撒欢 追着敌军赤猴绞杀 赤王老二 准备 正在溃逃的叛军赤猴中 落后的三人交换了一个眼色 就在王老二追上来时 三人猛地回身 三丙长见舞动 见光闪烁 赤修士 三个好手凝笑着 这是个必杀的局 王老二有修为 修为不错 但面对三个好手的突然抱起 不死何为 可可 王老二的身边有个军士 须法飘飘 他突然抬头 白皙的脸上有些唏嘘 长剑不知何时在手 一动 剑光刺眼 仿佛把朝阳的光芒都压了下去 三丙长剑蹦裂 剑光继续闪烁 宁雅运 老狗 你竟然假扮为军士 宁雅运存心力威 剑光突然一胜 三个好手飞了出去 落地时 浑身筋骨断裂 看着就像是三个软绵绵的布偶 撤 叛军赤猴狼狈而逃 按理 这里是叛军的主场 北将军该潜藏几指 见好就收 宁雅运也是这般想的 老二 该回去了 再追杀一阵子 又过了一阵子 宁雅运说道 该走了 再追杀一阵子 王老二不断收割着人头 可够了 宁雅运板着脸 还差一百钱 王老二最近心算能力长进不小 前方 一对赤猴正撒着欢地冲着这边及时 这里已经靠近剑舟了 绞杀了他 叛军赤猴欢呼着 王老二带着麾下转个弯 一下从侧翼绕了过去 尾部刚好和追兵擦过 几个北将赤猴落马 随即被斩杀 但有了这个迂回 王老二出现在了叛军的身后 人头一颗一颗地在飞舞 叛军前赴后继的冲向王老二 大王令 斩杀王老二者 升三级 重赏 开门红啊 就类似于好运来的那种感觉 现在 双方都在寻找这种感觉 前方数百骑冲着王老二扑来 左卫已多咬死相啊 后面的叛军将领刚升出欢喜来 就见王老二身边的老头甩了一下手中的主尾 无数马尾毛猛地炸裂 随即喷了出来 前方的一排叛军捂着脸 惨嚎着落马 卧曹 叛军将领倒吸一口凉气 贺问道 那老头是谁 后面的溃兵喊道 他们说是宁亚运 宁亚运 玄学长叫 卧曹你马 撤 大王 北将军那边出动了宁亚运 持中唐文迅惊讶了一下 玄学传承千年 宁亚运也算是一方豪雄 竟然也被李玄驱使厮杀吗 贺尊说道 玄学离开长安去投奔李玄 实则变成了附庸 兴许吧 持中唐淡淡地道 连宁亚运都动用了 可见李玄心中不安 春玉看了魏明一眼 大王 赤侯战被北将军先拔头筹 我军该反击才是 赤该反击 持中唐看着魏明 老魏 你去主持 领命 贺尊微微垂谋 不合看向自己的魏明对视 魏明盯着他一瞬 见他低头 这才出去 那眼神 冷冰冰的 持中唐看着文书 突然抬头 魏明莽撞 老贺 罗丹代 贺尊抬头 微笑道 是 叛军随即做出了应对 他们不再以小谷赤侯为单位出击 而是大谷骑兵 彼此之间间间隔招数里的距离 拉往式的清剿北将军的赤侯 这事要比人多 韩记说道 看似呆板 可却是最好的法子 以力破之 这是最笨 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这是要提早决战吗 贺连荣说道 李璇在看文书 文书是北将送来的 是一批新官员的名录 需要李璇批准 北将那边自见的人最近少了些 李璇把文书搁在案戟上 抬头道 看来 不少人在等着这一战的结果 晚些 韩记和赫连荣出去透气 骑墙没错 时机却错了 韩记讥笑得道 那些人不知殿下的性子 谁在这等时候下注北将 此后便是殿下眼中能重用的臣子 谁在此时骑墙 便是大财 在殿下眼中也得为那些人毕露 李璇的眼中不如沙子 大财是大财 但你大财心思不定 抱歉得很 大财也得给孤敦着 许多人怕是和时匿友勾结 不 是联络 赫连荣微笑道 不奇怪 陈国末年时就有不少 陈国末年时 那些家族四处下注 其墙其得和出墙的红杏差不多 李璇在里面批阅 写下了一行字 北江 来去自由 随即文书被江赫尔整理了一番 准备送去北江 韩记寻机问道 殿下如何处置此事 激逆 江赫尔板着脸 就在韩记苦笑时 江赫尔说道 殿下批住 北江 来去自由 韩记抚恤微笑 那些人 此战后定然要后悔了 江赫尔把文书送给信使 随即回来 李璇在看书 江赫尔说道 殿下 先前韩先生问了那事 知道了 李璇点头 江赫尔忍不住好奇心 来去自由 殿下对那些奇强的人 也太宽容了些 姑 胸怀宽阔 江赫尔撇撇嘴 出去寻到了赫连燕 说了此事 殿下的意思 走了 就别回来了 赫连燕从这个角度 解释了李璇的批住 好声解气 李璇听到了江赫尔的声音 不惊玩耳 他算是白手起家的典范 刚开始时身边就小猫几只 大部分人才都是 他从底层挖掘出来的 甚至是自己冒出来的 他后来有所感悟 所谓人才 必然是要在合适的位置上 合适的时机才能绽放光彩 而他要做的只是为人才提供平台而已 构建好架子 确保上下畅通 人才自然会涌出来 那些玩矜持的所谓大财 在李璇的眼中便是轻柔的女技 朝勤暮处还生出了优越感 去年马的 李璇抱了一句粗口 觉得浑身舒泰 咦 抱粗口还能减轻压力 李璇看看外面 没人 但两侧绝对有球龙位在盯着 哎 这人地位越高 就越发的不自由 想骂个人都不行 脚步声急促而来 韩记进来 殿下 十年那边遣人来 说可南北分治 李璇抬头 韩记觉得秦王会讥讽一番 沃曹特娘 第1344张牧羊儿 亦能做天下 持者在前院等候 所谓的南北分治 是石中堂麾下某位智囊的杰作 大唐到了这个地步 说实话 忠心耿耿地有 但觉得大唐该玩完了的也不少 北疆的构架中 这两种人都不少 若是能南北分治呢 叛军势大 此战北疆军并无把握 既然如此 咱们能否 握手言和 大家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把大唐分割成两部分 爽不爽 爽 爽的一批 这个创造性的思维说出来时 一下就惊艳了石中堂麾下不少人 大部分赞同 当然 不是赞同南北分治 而是 利用这个思路来撬动北将军内部分化 也就是挑动北将军内部的矛盾 想想 一部分高层说 殿下 南北分治好啊 真正好 一部分人 草尼玛 殿下要讨逆 赤尔随即就有趣了 持中堂当即点头 令出主意的智囊出使道周 这位智囊此刻副手而立 看着从容 且自信 这事儿他故意令人说出来 此刻周县内部的北将军高层都知晓了 他听到了议论纷纷 也看到了不少人在窥探着自己 这些人都在等着秦王的反应 赤尔 越发的有趣了 脚步声传来 智囊回声 微笑道 秦王可有答复 有 不少人都竖起耳朵 想听听老板的意思 李玄坐永大唐北方 还有北辽故地 五十年内苦练内功都没问题 所以 不少人觉得北将不需要急着扩张 谈记开口 卧曹特娘 智囊 那些窥探的官员缩了回去 喷喷喷喷喷喷喷 关闭房门的声音接踵而至 周围 安静的就像是刚被杀了一只鸡 持中堂喝多了吗 李玄召集麾下议事 提及南北分支的建议 清灭的道 这是大唐 孤的大唐 一句话 就彻底理顺了内部的思路 此后谁敢再提此事 便是蔑视秦王 这也是开国君王才有的威望 李玄看着众人 谁愿去一趟建州 陈请命 谈记出班 陈请命 文官们争先恐后的请英 李玄甚至看到有两个文官在暗中纠缠 竟然是虎掐 乌达 乌达正在边上发呆 脑子里想着家中婆娘的肚子 这是肚几个孩子了 乌达 有侍卫捅了乌达一下 乌达一个机灵 下意识地跪下 主人 想什么呢 李玄问道 乌达虽然多年来长进不多 但好处是忠心耿耿 眼中就秦王一人 乌达说道 小人如今有两个儿子 小人原先想着令他们一人侍奉一位小郎君 可家中的婆娘又有了身孕 若是生个儿子 小人不知该让她去侍奉哪位小郎君 如是女儿 小人还得再生一个女儿 如此两位小郎君一人一个 李还真是 想得多 李玄满头黑线 你去一趟建州 大军到达建州后 第一件事便是转运粮草 建州作为关中屏障 自然不能存粮太多 否则一旦失守 便是资敌 包括道州等地也是如此 在这种思路下 夺取了道州的北将军缴活并不多 粮草一旦够了 也就是战机到了 初秋的风吹得颇为柔和 石中堂站在城头上 身边是文武官员 当年本王在不足中牧羊时 醉洗这个时节 羊群在草场上缓缓而行 本王便在马背上看着苍穹发呆 秋风一吹 被赶心旷神怡 那一刻 脑子里空荡荡的 石中堂一着眼 看到了百鱼赤猴回来 也看到了被他们夹在中间的几个人 大王 是李玄的使者 一个军士上来禀告 雾达的脸一看就是一族人 秦王可有意南北分治 克尊代替石中堂问道 乌达深吸一口气 还需要鼓足勇气吗 看来 这个使者的胆子不怎么样 克尊不禁冷笑 殿下说石中堂便是我家家奴 一介家奴也敢提什么南北分治 他好大的脸告诉他念头 有多远他便给孤滚多远 乌达一口气说完了这番话 如是重负的道 要动手不 大胆 大王 当斩杀此人 适师出兵 李玄竟然把石中堂当作是李时的家奴 这是最犀利的反击 也是最不屑的反击 那种轻蔑的姿态 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 家奴啊 石中堂却淡淡地道 去吧 告辞 误打走了 无须动怒 石中堂笑了笑 本王想激怒他 他想激怒本王 此刻本王若是恼火 令人动手杀了使者 这便落入了下风 那位智囊也跟着回来了 这便是两军交战 不杀来使 本王不在意这等羞辱 本王更想看到李玄贵在身前哀求的模样 持中堂说道 这只是大战前的试探 持中堂谋色深邃 谁在意 谁输 他刚准备回去 有人来禀告 大王 石公明那边来了使者 持公明 持中堂眼中多了冷意 为了这场大战 他筹谋多时 其中使公明便是重要的一环 立州一旦被围攻 北将军就陷入了被动中 不但两道断绝 归家的路也没了 持公明那个蠢货 持中堂也忍不住抱了粗口 持者来了 请礼 说道 相公想问问 这一战之后 北帝交给我燕东来攻法的话 可还算数 特尊勃然大怒 使公明攻打戴州三心二意 以至于被李玄突袭大败 如今大战将起 他不说领军驻战 反而一路顿逃至老朝惠州 如今还要什么北帝 他好大的脸面 持者从容地道 向公说 若非燕东大军在 北将军启会在戴州 安排了三千人马 这好歹也是牵制 急破燕东军后 戴州归顺李玄 李玄留下了三千人马进驻 这只是个象征性的举措 却被使公明当作使公劳 够了 持中堂叫住了贺尊 看着使者说道告诉使公明 想做渔翁 他还差点意思 要么他立即起兵驻战 要么战后 咱们慢慢叙旧 持中堂的眸子里多了森然之意 使者呵呵一笑 如此拭目以待 持者告退 持中堂起身走出了大堂 此战后 李玄若是获胜 必然饶不了使公明 本王若是获胜 使公明 使中堂眼中多了冷意 要么归顺本王 要么 燕去见阎王 燕东的环境 养出了小家子气的使公明 这是使中堂的评价 阿耶 大战在即 咱们可要出兵 逃回惠州后 时间有些不安 职房里 使公明手中握着一卷书 但许久未曾翻页 出兵 相助谁 自然是使中堂 李玄是天皇贵胄 而使公明是叛贼 双方是官兵和贼的关系 持中堂看似是大 可他有个致命的缺陷 持公明放下书卷 有些如是重负的轻松 他乃一族 一族又怎么了 一族五百年运 持公明说道 为父让你读史 不是让你看那些人物传记 而是要多看王朝兴衰 是 持坚不以为然 一族多次入新中原 也曾建立王朝 可每个王朝不超过百年 便会衰亡 这是命啊 持公明叹息 使中堂起兵前 曾令逆史前来 他开出条件 起兵后 为父可为节度父史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可为父哪里会为 一族人效命 故而婉拒 原来如此 持坚有些烦躁不安 可当下这个局面 若是李玄获胜 必然不会放过咱们 若是时中堂获胜 咱们怕是 唯有归顺才有生路 赤儿 持公明微笑道 此战时中堂兵多江广 且天时地利 接在他的手中 他本人更是沙场名将 怎会大败 那 难道归顺时中堂 持坚有些犹豫 若李玄只是败退 那么 你便去一趟北地 代表为父去向他投诚 取以牵制时中堂 与北江互为鸡脚 若是北江惨败呢 若是北江惨败 咱们便痛打落水狗 到时候 近起大军 一路追杀去北地 南方不稳 关中的势力多如牛毛 时中堂要享里顺这些关系 至少的五年 五年后 为父早已在北方站稳了脚跟 持功名轻声道 无论谁胜谁负 咱们都能受益 大郎 这便是左右逢源 从进入道州开始 北将军就在查探南方叛军的动向 但南方是叛军的老巢 真要躲藏 人生地不熟的北将军还真难以找到 赤猴 密蝶 修士轮番查探 顾摸着人马数万 就在越州 红州一带出没 这是最终的结果 殿下若是南方叛军无法查探清楚 此战便平添了许多变数 江存忠说道 众将都点头赞同这个说法 为江者 都喜欢战场对自己单方面透明 这一战 从一开始 孤变知晓 咱们将会孤军作战 李玄微笑道 大唐衰微 以至于许多人都忘记了当年开国后 大军出赛 已少极多 令一族丧胆的往事 一族人忘记了 那么 姑会给他们提个醒 关中的粮草源源不断地涌入建州城 大王 粮草齐备了 赫尊来禀告 目光炯炯 召集他们 池中堂说道 赫尊告退 池中堂拍拍大腿 毕肉复生矣 随即文武官员入见 见过大王 池中堂汉守 这个天下乱了 大乱到大志 必然少不了兵戈 北方李玄自号孝敬皇帝幼子 以讨逆为名 逐鹿天下 这是当下的格局 天下锦绣 诸位 可愿随本王荡廷北将军 享用这锦绣江山 这话里透出了一股子贡江山的味道 一如当年南州开国皇帝的那句 正当与世代夫贡天下 这话一出 麾下文武官员人人振奋 愿为大王笑死 特尊抬头看了石中堂一眼 眼中有些恶然之意 如今两草齐备 本王决议 准备出战 石中堂声音铿锵 人活已是 草木一秋 历朝开国帝王皆出身不凡 让人以为 唯有血脉高贵 方能一亏神器 本王当令天下人知晓 牧羊儿 亦能做天下 南疆叛军动了 一对队尤其出击 利用人数优势压制北疆赤侯 殿下 城中有大族来烙军 李玄正在与麾下商议即将到来的大战 文言说道 在这等时候能来烙军 当见一见 组织烙军的是道州大族王氏与陈氏 王氏家主王栋 陈氏家主陈贤带着烙军的车队来了 见过殿下 大车上是粮食 以及酒水 有羊群 江鹤儿滴声道 车队后面跟着数百只肥羊 绵绵地叫唤各不停 李玄温言夸赞了两家家主 晚些 由韩继来接待二人 王栋给了陈贤一个眼色 陈贤陪笑道 韩先生 老夫有一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自然不当问 韩继笑道 使管说 这等主动站队的 该少 千金是马骨便是这个道理 不知此战态是如何 殿下运筹帷幄 我北将军必胜 那就好 那就好啊 陈贤和王栋欢喜告退 觉得自己的战队时机选得太好了 再晚一步 就是投机 二人刚走出几步 就见一个军事急匆匆进来 身后传来了声音 殿下 叛军大军九万 清朝出动 北将军多少来着 王栋看了陈贤一眼 陈贤无声道 七 七万 九万 还有南方的叛军 老夫好像 战造了 第一千三百四十五张大战 大干十五年初秋 长空万里 一排秋燕缓缓掠过 上午的阳光看着明媚 实则有些微冷 许勒带着麾下 策矛缓缓出城 他们将是第一批迎敌的骑兵 任务是接应北将军赤侯 城门外 两排北将军将士列队 一路顺风 为首的吕帅说道 许勒唯为汗手 一定 许勒舍弃了自己的权贵 那位东主 从长安到北江投军 被李玄当作施马骨 升迁极快 他就在长安那等富贵地方 出到北江时 不适应军中的铁血 闹出了不少笑话 迟至今日 他偶尔也会想到长安 想到那位贵人东主的糜烂生活 刚开始心中还有些怀念 想着那些歌舞 那些美食 那些钱财 但不知从何时起 他渐渐忘记了那一切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为了大唐杀敌 那些军事的假意看着有些旧 一张张脸上都是羡慕 前方是强敌 长安那些贵人 若是率军出击 会如何 会吹嘘 然后 会害怕 而这些北江军 将士却在期待 他们在期待什么 一场大胜 为了自己 为了北江 为了大唐 为了北江 许乐轻轻捶急了一下胸口 那个吕帅回礼 为了殿下 为了殿下 许乐想到了秦王 天下板荡 他一迷茫 他觉得天下一片昏暗 直至那的男人站出来 高举讨逆大旗 他才在前方找到了光亮 我将跟着这道光 走下去 许乐认真的道 为了殿下 见过校尉 赵勇的麾下节阵 出发 左侧的校尉也对自己的麾下说道 出发 回身 他拍拍胸前 为了殿下 赵勇回礼 为了殿下 为了殿下 一个个将领带着自己的麾下 往军营外走去 在大营外汇 聚成了洪流 赵勇就身处这道洪流之中 路过周谢时 他看了一眼 周谢大门外聚集了许多文武官员 他们都在看着大门内 在等着那个男人出现 这是一场决定天下大势的征战 北江在翘首以盼 整个天下 在翘首以盼 赵勇举手 为了殿下 他的麾下整齐呼喊 为了殿下 李玄正在披甲 他张开双手 江赫尔和赫连宴一前一后 帮他把甲衣穿上 殿下 误答进来 赤猴回报 黎君赤猴凶猛 告知老二 让黎君胆寒 领命 江赫尔偷偷地瞥了李玄一眼 只觉得今日的秦王身上 好像多了些什么 出不清道不明 但却令人觉得威严不可测 又像是 彭博的生命力 从未有过的彭博 殿下 越州一带的敌军活跃 令途上来 途上进来 行礼 见过殿下 李领军一万 防备南方敌军突袭 李玄看着图上 人死光了 也得给孤党再到州以南 为大军急迫叛军 赢得时机 这是重任 一直在李玄麾下执服的图上 在这一刻抬头 目光炯炯 若是殿下看到敌军出现 定然是陈战死了 李玄汉手 谭记进来 殿下 逃现刘公来信 说 李玄放下双臂 谭记看了一眼书信 陈 等候殿下凯旋 江赫尔帝上头盔都谋 李玄接过戴上 告知刘公 备酒 领命 李玄走出大堂 外面两排侍卫 人人都在看着他 他往前走 侍卫们一一跟在身后 宁雅运从侧面直方走出来 甩甩星座的主尾 对面 云山长叫郭云海走了出来 对他唯唯一笑 这一刻 二人之间在无隔阂 他们的眼中只有一个目标 保护秦王 门外的文武官员在低声说话 敌军来势汹汹 许多人说 始终躺把压箱底的精锐都拉出来了 那个什么虎豹旗 便是对准了咱们的悬甲旗 紧声 有人喝道 众人抬头 披甲的李玄缓缓走来 他眸色深邃 神色聪容 单手按着刀柄 目光扫过之处 群臣低头 见过殿下 李玄走出周谢 跟着姑 领命 一支支军队在长街上向城外开进 殿下 那些将士看到自己的统帅 不禁欢呼了起来 李玄微笑招手 他走在最前方 街道两侧 百姓进阶走出家门相送 那些老人忧心忡忡地看着大军出城 那些年轻人跃跃欲试 那些少女用爱慕的目光 看着那些行径中的将士 最终 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了秦王那里 秦王面对这些期待的目光 唯唯汗首 大军在城外集结 六万人马 浩浩荡荡 无边无影 人马渐渐安静了下来 李玄上马 整个世界仿佛都停住了 唯有他缓缓策马过去的动静 马提声在秋日下很是清脆 李玄指着前方 说道 当南将叛军的叫嚣传到天下时 天下震步 百姓恍然不安 他们发现 自己该依靠的那个人 他竟然跑了 李氏帝王 从你登基的那一刻起 你就和天下人签订了一份无形的契约 百姓用拥护和缴纳赋税为酬劳 换取你对他们的保护 现在 叛军来了 可你特么的竟然跑了 契约呢 天下人绝望 他们不知自己该依靠谁 顾原先的想法是起兵讨逆 讨伐的乃是为帝李密父子 顾想挥师南下 攻打关中 只为帝父子复仇 可当南方屠城的消息传来时 顾改变了主意 次仇 当为天下让道 顾带着你等一路南下 破立州 下到州 就带州 叛军集结于加谷关中 气势汹汹 这一刻 天下瞩目 他们在看着我北将军 想看看我等时龟缩在道州城中 还是果断出城应战 黄州 甘州亡陵不远 就在我等头顶 那些枉死的军民的魂魄 正在我等的头顶 他们在看着我北将军 我等 当如何 李玄问道 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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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万人的呼喊声震动天地 李玄指着前方 跟着姑 去逐造一个金官 前所未有的金官 那得多少人 北将军将士热血奔涌 赵勇面色涨红 正臂喊道 殿下千岁 处腕手臂高举 无数人张开嘴 奋力喊道 殿下千岁 出发 大军出击 赤侯在最前方 王老二带着自己的麾下 迎上了敌军 人头不断飞舞 他浑身欲血 只记得一句话 老二 让敌军胆寒 这是兄长的交代 他带着麾下就像是一只利剑 一直往叛军大军行进的方向冲杀 拦住他 敌江在咆哮 杀 王老二杀到了敌江身前 横刀挥动 一颗人头被他抓住 随即 疯狂摇动 万圣 没有什么章法 就一个字 杀 尤其跟着王老二 不顾生死地往前冲杀 许乐率领骑兵跟在后面 看着一路倒下的敌我人马失海 不惊骇然 这便是大战吗 叛军大军正在行进 大王 敌军赤猴凶猛 持中堂冷冷道 押回去 随着他的命令 叛军大队骑兵增援 王老二的压力骚然增加 他依旧往前冲杀 可阻力越来越大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水 抬头 前方敌军喊道 把他们赶回去 此刻的赤猴战 更像是士气之战 敌军源源不断地涌来 王老二咆哮着冲杀 可速度却越来越慢 干得好 黎江微笑道 许乐出现了 他带着麾下在侧面游走 手中的弩弓一波波地倾泻着剑雨 一层层地把敌军削弱 他们就像是狼群 不时扑及自己的猎物 在猎物反扑时又撤回去 几次三番 当发现机会时 许乐毫不犹豫地带着麾下冲了进去 这是一次漂亮的切割 王老二在正面突击 许乐在侧翼破席 一举击败了敌军 万圣 当王老二杀透敌阵时 整个人都看不出模样来了 人马都变成了红色 二哥 歇歇吧 许乐看到了王老二的疯狂厮杀 觉得他应当是精疲力竭了 王老二是累了 累得胳膊都抬不动 出急 他深吸一口气 都跟着我来 二哥 许乐劝道 我去吧 王老二邪逆了他一眼 哪一战 不是我为殿下打头阵 他策马冲了出去 许乐呆呆地看着他 然后冲着麾下喊道 跟着二哥 双方的赤猴在绞杀 大军却在有条不问的行径 直至看到了这场绞杀战 果然凶悍 持中堂的麾下猛将如云 汉足如雨 可看到那个血人在向着几方冲杀的汉勇势头时 依旧赞道 此人是谁 大王 他便是王老二 秦王的兄弟妈 是 南江密碟打探到了不少消息 看 有人指着前方 一个汉江主动迎战王老二 硕大的狼牙棍呼啸着砸向王老二的脑袋 好 克尊赞道 王老二的身体突然扭动 就像是一条巨石般的 上半身一个扭动 刚好比开了狼牙棍 汉江眼中多了绝望之色 先前的郝勇荡然无存 刀光闪过 人头被王老二拿在手中 他冲着滋牙咧嘴的人头吐了一口口水 随即丢在地上 厄马 战马长司 人力而起 随即重重踩下去 把人头踩成了肉泥 这是赤果果的羞辱啊 当当当 明经声传来 王老二冲着敌军不屑地道 下次爷爷再来 弄死他 叛军将领咆哮着 数千骑兵在追击 王老二和麾下冲杀许久 人马疲惫 渐渐被追上了 插了他 黎江喊道 前方的王老二带着麾下 突然往两侧散开 前方 一览无语 一眼看不到头的大军在行进 脚步声压下了马蹄声 无数目光盯住了数千叛军骑兵 所有人下意识地勒住马江 撤 王老二去了中军 殿下 干得好 老二 秦王仿佛没看到 王老二身上的血水 伸手拍拍他的肩膀 去歇息 王老二说道 我还有劲 留着 跟着姑一起冲杀 好 赤侯们昂首挺胸顺着通道进来 好汉子 同袍们再大声叫好 前方出现了敌军大队人马 持中堂举起手 指步 对面 李玄举起手 指步 轰 持余万人马 骑骑指步 两军主帅齐齐看向对方 天空中 乌云迅速遮蔽了阳光 第1346章当军临天下 数千骑兵隐藏着山中 默默吃着干粮 魏王一人坐在山顶 盘膝看着南方 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想其而了 魏王点头 想得更多的是大战 持中堂倾尽全力 姿态却是远征 北疆的各等资源无法用上 这一战 叛军乃是以意待劳 李涵走到他的身边坐下 双手抱息 看着秋日下的关中 前方有山 再过去 便是加古关 他本可固守丽州即可 魏王说道 他固守丽州 便是守住了叛军北上的通道 南方不少人对叛军不满 刚开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如今不少地方在蠢蠢欲动 而关中乃是大唐局势复杂 各等势力多如牛毛 这些人也在刺激而动 持中堂会焦头烂额 魏王说道 只需做官 待他露出破绽后 再清理一级 想来 如此会更从容 更有把握 可他 还是应战了 我有句话 说 姿态以往趋利 避害的本事令我都佩服 李玄树度在险境中脱身 靠的是天赋 但在李涵的眼中 便是本事 可此次他却义无反顾的南下 李涵看着魏王 你可知缘由 知晓 他这般义无反顾 只因他觉着 这是他的大唐 越州 三万骑兵集结 何喜燕策马出了城门 前松把他送出来 拱手 老夫等着你的好消息 何喜燕汉手 多谢 他策马缓缓前行 身边是副将 焦平 三万骑兵在城外列镇 焦平说道 大王领九万大军出击 北将军那边七万人马 但李玄的留下一两万戒备南方 如此 此战大王胜券在握 而咱们却有些像是锦上添花 北将军兼任 想击败他们 非一日之功 关中形势复杂 李密遁逃 南方也有些麻烦 大王手中之势千丝万缕 故而 当快速击败北将军 随后一一镇压 而咱们 便是这一战的关键 何喜燕看着远方 就在北将军苦苦支撑时 三万铁骑悍然一击 李玄就算是神灵下凡 也得大败 焦平有些憧憬的道 此战获胜 老夫便想转为文官 好生享受一番 何喜燕谋思为朗 此战获胜 随后便是镇压 镇压 就有无数好处 想想 那些豪族 那些世家大族多少家财 抄家灭族 从中能拿多少油水 焦平肃然道 大王长刀所指 老夫义无反顾 赤侯回来了 赤侯带来了石中堂的指令 大军出城了 何喜燕说道 大战即将开启 出发 更远的地方 杨略在高处看着远方 持中堂出关了 这一战迫在眉睫 殿下那边的兵力不足啊 何聪有些患得患失 担心了 杨略问道 是 何聪承认自己的心态有些乱 老夫想到了那年 杨略神色放松地说着当年的事儿 那一年 老夫接到了殿下 墙堡中的殿下看着很是安静 只是静静地看着老夫 一晃眼那么多年便过去了 陛下的身影已然渐渐模糊 可那个墙堡中的孩子 却让老夫牵挂至今 老夫想他了 杨略柔柔眼角 那个孩子若是不知晓自己的身份 必然会是个好人 对亲人贴心贴肺 对街坊和善有加 是老夫把他拖入了这个漩涡 把重任放在了他的肩上 这是他一生之中最艰难 最重要的一战 老夫会陪着他 竖起远来 将军 越州叛军出动了 三万骑 知道了 杨略起身 回首 三千金瑞正在集结待命 杨略走下去 说道 你等皆是老夫从南方接来的 从年少时 老夫便告诉你等 此生 当为殿下效命 这些话老夫说了多年 几乎每日都在说 今日大战将起 殿下正集结大军 准备与叛军决战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老夫将率领你等出击 为大唐 为殿下义无反顾 南州 说是时中唐的大军进了关中 北将军大决南下 号称讨逆 竟然要平叛 谢尹公说着刚得的消息 时中唐进了关中 南疆那边的叛军的一扬扬 越发跋扈了 平凡袭扰我大州 上次初级偷袭失败后 南州上下一片沮丧的气息 北将军放弃了攻打关中 破了丽州 后续不知如何 情人司的人说 正在打探 丽图 丽图被两个内势拉开 严须仔细看着 手指头在地图上滑动 丽州 丽州一破 时中唐的南方便曝露在了 北将军的铁蹄之下 李玄若是往南方攻打 时中唐的老巢为矣 连虚抬头 他必然 也只能出关应战 是 借尹公是武将 世家出身 虽说割了家伙事 可小时候受到的薰陶 依旧还在 召集群臣 少卿 君臣聚首 好 方崇大声交好 欢喜的道 这一下 就算是时中唐能胜 也将死伤惨重 我大周的机会变来了 欢喜的情绪在大殿内蔓延 后宫之中 年子月得知了消息 叹息一声 怎帝都觉着北将会败 大长腿张经说道 公主 南疆军事大 北疆军孤军远来 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敌手 这一战 确实是艰难 可我 却觉着他不会输 年子月充盈着灵溪的眼中 第一次出现了坚定 对 他定然不会输 在归顺了秦王后 戴周就进入了修生养习的状态 虽说艳东大军瓦尔班的攻打 可戴周城墙年久失修 将士少了操练 故而死伤惨重 秦王交代 戴周只需警戒艳东大军就好 持公民父子狼狈而逃 此刻在戴周撅着屁股 就等着这场大战的结果 在这场大战结束之前 使公民绝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一点 带周刺使张灵敢用自己的后半生打赌 也就是说 秦王这是让他们歇息 观战 民夫们在羞气成头 每个人看着都有些闷 张灵和王叔在视察 虽说归顺了殿下 可老夫心中却偶有不安 张灵对王叔苦笑道 老夫总觉得自己背叛了什么 王叔说道 为地狱及多年 不说使君 老夫也有些不自在 使君 殿下使者来了 一个官员来禀告 请了来 一个身材雄壮的将领 大步走上城头 叛军集结于建州城中 大战便在这几日 殿下令戴周戒备 要来了吗 张灵回首看看城中 老王 若是哪一日被使公民破城 会如何 城中军民会死伤不少 且使公民若是北上 燕东之地必然会落入十逆之手 那些异族啊 可不是善茶 王叔只需想想那的后果 就觉得心意抽抽的 老夫是有些患得患失 十余年了 魏帝一直统御着大唐 老夫当初觐见魏帝时 被威严所折 想想恍若昨日 张灵对将领汉首 殿下一番好意 令我戴周修养生习 老夫本该顺势听令 可这是决定大唐前途命运的一战 老夫的个人融入算得了什么 执辞时 但凡是大唐男儿 皆该奋起 老王 在 王叔行礼 张灵目光炯炯 集结起兵 领命 王叔大步下去 张灵对使者说道 还请回禀殿下 臣 将略带周骑兵出击 为大军策翼 臣 愿为殿下笑死 天空之上 乌云密布 不断翻涌着 仿佛是谁在云层之上波动 一片荒野之上 两支大军相对猎阵 大王 北将军六万 多个瞭望手汇总了消息后 得出了这个结果 那么 李玄氏以一万人马防备 我南方大军夹击 克尊眸子李迸发出了异彩 大王 北将军 唯已 春玉说道 且等大战争憨实 三万大军击亏纳一万北将军的消息传来 北将军必然军心混乱 持中堂淡淡的道 我九万 对面六万 此战 如何不生 他们一主眼 脑海中无数往事略过 去入 忍入负重 一步步往上爬 最终 以主人的身份走进皇城之中 坐在了帝王 才能坐的寓座之上 现在 只需击败眼前这个对手 天下将在无人能阻拦他改朝换代 持中堂的面色有些潮红 呼吸急促了一瞬 他深吸一口气 压住了心中的激荡 要捂 一元汉将带着三千骑冲出了阵列 他们踩着马蹬站起来 手中摇动着横刀 嘴里发出又喝又喝的喊声 这是一族的习惯 李玄冷冷到 大唐的土地上 何时轮到这群异族人咆哮 武阵 上前 三千骑在不断逼近 呼喊着 挑衅着 北将军的阵列散开 一排排弩手走了出来 布弓的射程有限 故而必须在阵前放剑 一轮之后就得退回去 武功不同 射程远 可以躲在大阵中 用逆急的弩剑给对手制造杀伤 两者的共同点便是孱弱 一旦被对手接近 他们的结局就是一败涂地 所以 当弩手走出阵列时 敌军愣住了 这不是宋菜吗 带队的汉江几乎没有犹豫 冲杀过去 准备 武功抬起 放剑 一波剑与覆盖过去 三千骑至少倒下了六七百 巨大的空白令敌军丧胆 但接近弩手的诱惑 在鼓动着他们继续冲击 后面的大阵中 另一批弩手已经准备好了 放剑 乌云掠过本方上空 越过前方弩手 一头宰下去 正在冲击的叛军骑兵人杨马帆 这一次 士气跌落谷底 前方 弓箭手集结 我约你马 敌江看着那些弓箭手张工搭剑 再看看麾下剩下的人马 这特么的还冲什么 冲到弩手们的跟前 估摸着就剩下千余旗 对方两亿一个包夹 量了 撤 三千旗若是全军覆没在这里 就算是能杀掉数百弩手 时中堂依旧会剥了他的皮 残存的叛军骑兵绕了个圈子 又挨了一波弩箭 这才狼狈逃了回去 盼江去了中军 臣无能 试探不力 便该果断撤回 你却犹豫不决 贪功冒进 持中堂冷冷地道 拿下 大王 话音未落 人头已然落地 告诫诸君 听令行事 持中堂森然道 客尊知晓 这是时中堂借题发挥 用汉江的人头来给大战前的麾下提神 都给本王打起精神来 否则 此人便是前车 果然 叛军人人凛然 为您说道 大王 北将军不动如山 这是要静待我军出击 北将军的弩阵犀利 主动进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军人多 持中堂说道 李玄看似想以进制动 实则是担心策后遇袭 一旦和喜宴的大军出现 主动进攻的北将军请客间便会崩溃 客尊笑道 这便是孤军深入的坏处 近乎于主场作战的叛军却被感惬意 持中堂说道 告知勇士们 此战之后 本王当军灵天下 此战取胜后 再无人能阻拦时中堂改朝换代 而叛军上下 皆是功臣 富庶的大唐 足够本王重赏他们 告知勇士们 天下 是他们的了 北将军大败 时中堂再也无须掩饰 抄家灭族 放任麾下劫略大族 顺带清洗那些不满自己的势力 而劫略所得可用于赏赐麾下 这是一举两得 万圣 叛军上下欢呼雀跃 为即将到来的丰厚赏赐而欢呼 出击 持中堂拔刀 告知勇士们 本王在此看着他们 看着他们击败北将军 与故一起 君临天下 万圣 第1347章为何而战 天上的乌云在剧烈翻涌 通龙 有闪电在乌云间闪动 宛若电蛇 扭曲着 似乎把苍穹撕开了一条裂缝 万圣 探军中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勇士门士气高昂 克尊用轻佩的目光看着石中堂 从斩杀汉江到一番话激发麾下士气 石中堂云淡风轻 仿佛是一个最高明的骑手 不经意间便扭转了局势 这便是人主啊 克尊由衷的道 臣此生最大的幸运 便是追随大王 敌军准备出击 有人高声喊道 李璇已经看到了 石中堂明明天时地利人和在手 按理该稳坐钓鱼台 可他为何要主动发动进攻 李璇看着麾下 只因他心虚 大唐惶惶数百年 出了个李源 李密父子霍乱朝纲 以至于此等丑类也敢跳梁 他本以为自己能纵横无敌 刚开始 确实是如此 可当北将军高举讨逆大齐南下时 他发现自己遇到了对手 李璇目光炯炯 我军胸怀天下 诸将士誓言要荡平叛逆 这是正 而对面的却是为了一己之私 令山河板荡 制造无数杀戮的逆贼 他们在心虚 他们胆怯 他们不安 故而他们迫不及待 恨不能请客兼便能击败我军 这一番剖析 把敌我双方的心态分析得淋漓尽致 告知将士们 且 永不能胜正 所谓师出有名 不是迂腐 而是让自己一方站在正义的立场上 如此 得到多助 师到寡助 且有着正义立场的军队战斗力 会更为凶悍 更为坚韧不拔 万圣 欢呼声在北江军大阵中此起彼伏 应其 中军大旗摇动 各军应其 江存忠 臣在 北江大将将存忠策马上前 离领左翼 臣领命 将存忠策马去了左翼 裴俭 臣在 离领右翼 臣领命 裴俭去了右翼 李玄微笑道 孤便在中军 会议会时中堂 多年前 他在长安遇到时中堂时 那个裴校的一族人令他生不出警惕心来 而当时只是各地方小官的李玄也无法令时中堂生出潘交情的念头 两个人各自分开 在一难以北份里挣扎 多年后 他们在此相遇 时中堂已然是南方之王 更是手握龙心之地观中堪称是握住了天下大半 而李玄执掌北帝 灭了北辽 令天下人敬仰 这是宿命的一战 赫连荣说道 是 韩记点头 殿下 必胜 敌军在不断接近 母阵准备就绪 敌其在欢呼 随即 母阵发威 一波黑云制造了一片空白 快 将领在催促 按照他的估算 最多在一轮母舰 他们就能接敌了 所以 母阵虽然犀利 但毕竟作用有限 当双方绞杀在一起时 母阵变成了饥乐 故而堂军的编制中 母手放下母攻也是不足 弓箭手也是如此 也就是一砖多能 放箭 可这波乌云才将落下 第二波乌云接踵而至 将领恶然抬头 怎地这般快 离军中再度出现了一片空白 第三波乌云紧随而来 天神 他们哪来那么多弩手 探军要疯了 时中堂看到了 簇道 北将军这是哪来的这般多弩手 六万大军 骑兵 部族 你不可能让所有的部族都去做弩手 大王 北将军的母舰 好似不够多 为敏敏锐地发现了蹊跷 正好此时母舰组成的黑云再度袭来 时中堂一眼看着 是少了不少 可弩剑制造杀伤只是任务之一 更重要的是令敌军时刻感受到威胁 他们的弩剑一波波的 咱们的人马不断倒下 这怎么的不对啊 大波剑雨固然令人震撼 可这等连绵不绝的小谷剑雨 却带来更多的杀伤 以及震哲力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持中堂面色为冷 这是他从未预测到的情况 出战 他便挨了李玄当头一击 狗娘养的 持中堂双拳紧握 北将军大阵中 母阵正在发射 放剑 前方的弩手发射完毕 开始上弦 放剑 他们身后的弩手接着释放弩剑 放剑 最后面的弩手放剑 而此时 最前方的弩手上弦完毕 把弩剑搁在剑槽中 放剑 最前方的弩手再度放剑 接着是第二波 第三波 另一个时空的三段射 在这里迸发出了 令人震撼的光辉 天神 这是 北将军中不少人 也是第一次见到三段射的威势 这是殿下的指导 那些看向李玄的目光中 多了敬畏 弩剑不断倾泻 敌军顶着一波波打击 终于接近了北将军的阵前 万胜 憋屈的叛军咬牙切齿地呼喊着 砰砰砰砰砰砰 最前方的叛军手持长枪 借助着战马的冲势 轻松地把对手刺穿的同时 自己也被对手的长枪刺穿 最前方 只是刚开始 便写流程和 上 第二排北将军整齐刺杀 叛军的战马此刻依旧保持着速度 长枪越过第一排倒下的北将军 穿透了对手的身躯 惨嚎声中 北将军阵列前方倒下了一片 而相应的 叛军同样如此 而且 他们的速度被成功减缓了 第三排北将军上前 杀 双方短兵相接 李玄的目光越过了第一线 弩阵依旧在发威 哪怕是弩剑组成的黑云偶尔会断掉 但用不了多久 依旧会接续上 这种一波接着一波的打击节奏 令对手焦头烂额 持中堂响先生夺人 可顾却早早就准备了三段设在等着他 李玄轻蔑的道 早在功法北辽时 军中的弩手们就在操练三段设 可顾却不用 殿下这是觉着不用三段设 依旧能灭了北辽 老贼只觉得心中一震 由衷地赞道 殿下的兵法 令成望尘莫及 这不只是兵法 谈记看着李玄 他觉得 这更是取舍 王者的取舍知道 李玄要把三段设留在大军南下之后 给自己的死敌沉重一击 本来该承担三段设的卫帝逃了 误打误撞 委屈了实力 李玄笑道 殿下 北将军的弩剑就没断过 为您面色铁青 北将军的弩剑发射频率 渐渐平缓 看着不再是一波接着一波 间隔的时间拉长了 但却没断过 这样的打击节奏 不断制造杀伤的同时 更是令叛军上下的心中 蒙上了一层阴影 本王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 不过 想来早已演练娴熟 可他却一直隐忍不用 持中堂的眸子里多了利色 李玄一路南下 母阵的表现中规中矩 这便是在隐忍 也是在挖坑 这个大坑 如今他时钟堂跳了下去 如何才能爬出来 令勇士门冲击 目标 北将军母阵 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 就是面对面 叛军发起了一波 接着一波的攻势 殿下 叛军这是冲着母阵来了 老贼说道 让他们来 李玄平静地道 叛军反复冲杀 可北将军的防御 却格外坚韧 双方厮杀到了五十 叛军距离母阵 还有百余步 但攻势已然是强母之末 该吃饭了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荒 敌我双方在一场厮杀后 都饿了 当当当 叛军中传来了明惊声 随即 叛军骑兵出动 掩护己方撤离 无需追击 李玄摇头 现在他需要做的事叙事 三万骑兵在吉池 赤侯回禀 发现北将军 约有万人 万人 可喜艳谋中多了异彩 好 一万北将军如何能拦截他的大军 只需击溃这股北将军 他便能出现在李玄大军的身后 只需一个甲击 此战必胜 而关键的点便在他这里 也就是说 他将决定此战的胜负 歇袭 和喜艳令麾下歇袭 将军 何时出级 有人来请示 大战才将开始 此刻北将军依旧有余力 大王麾下九万大军 就算是磨 也能把北将军的士气磨没了 到了那时 才是我军出级的好时机 近代对手士气全无 在雷霆一级 持中堂能令和喜艳统领大军 便是看重他审时堕势的能力 令赤侯打探战况 午后 叛军换了战法 他们把骑兵尽数撤了回去 用不足为主力攻打北将军 而且 他们把弩阵也拉到了前方 和北将军对射 放箭 叛军一波弩箭 放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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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将军回以三波 双方的弩手咬牙在加快速度 箭雨落在绞杀中的双方将士身上 不断有人惨叫着倒下 惨烈的场景令将赫儿小脸而煞白 他看了李玄一眼 李玄神色平静 仿佛是在看着一场别人演绎的大戏 置身于大战之外 才能更清醒地找到战机 老贼低头记录着 殿下 又一被突破了 李玄目光转向右侧 一股叛军汉族突破了右翼防线 正在扩大突破口 姑 信任裴箭 李玄把目光重新投向前方 裴箭派出了预备队 双方在缺口那里爆发了此战最为激烈的厮杀 一排排将士冲上去 转瞬就变成了尸骸 后方的同袍义无反顾地接踵而至 没有人退却 叛军知晓 此战将决定自己此后是吃糠烟菜 还是荣华富贵 所以他们汉不畏死 北将军将士知晓 此战将会决定大唐的未来 为了大唐 一个军士咆哮着冲向了敌军 一个个同袍跟在他的身后 对缺口处的敌军发动反击 一方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一方是为了家国天下 殿下 又一完好 李玄看了一眼 又一原先的缺口那里 一队对北将军将士在反击 他们甚至吐入了敌军的阵列中 而狼门士气如红 李玄很是欣慰 他不希望麾下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战 他希望自己的大军拥有自己的魂魄 他们应当知晓自己为何而战 为了山河设计 为了深厚的家园 万圣 又一的缺口那里爆发出一阵欢呼 有人斩江躲起了 太阳西斜 气温下降 但双方却杀得难解难分 当当当 叛军收兵了 时中堂说道 今日试探了北疆虚实 本王看到了圣基 明日便是击败他们的时候 天空中的乌云低垂 一只大鸟飞过 呱呱呱 第1348章惊喜 大军徐徐后撤 回到了大营中 持中堂的晚饭很丰盛 他不需要用什么和将士门贡甘苦的手段来拉拢军心 这只以一族人为主组成的大军中 他便是灵魂 离开了他 这只大军将会散乱成沙 人人喊打 羊腿在他率军出击时便开始腌制 烤制时不断的涂抹蜂蜜和酱料 最终出来的烤羊腿是甜咸口的 咬一口 外焦里嫩 甜咸胶汁 咽下去后 肉香依旧还在唇齿之间萦绕 在这个时候需要来一口酒水 把这些残留的味道抵挡干净 围下一口美食做准备 持中堂吃了一块炖大咽 味道还行 把酱料涂抹在饼子上 再把烤肉弄上去 卷起饼子来一口 不错 持中堂忘记了战士 全身心的享受着美食 当他放下筷子时 不禁惬意的叹息一声 他心满意足的走出大帐 外面乌云依旧笼罩 营中吹烟渺渺 一股股的上升 看着 让持中堂想到了焚烧战末将士的场景 啊 一个军士被人架着在前方急匆匆而去 他的手臂断了一截 这些人应当便是赤猴 大军撤离后 他们就像是秃鹫般的盘缓在战场的附近 和对方的赤猴对峙 甚至是绞杀在一起 两个架着他的军士看着神色有些茫然 让持中堂想到了自己刚走出不足的那一刻 茫然不知所依 他们不知为何而战 为了钱财 为了女人 这没错 但有个问题 世间每一件事物都有价值 同理 钱财和女人也有标价 当这些事物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时 有几人愿意 持中堂的谋色音域 他知晓用好处来激发麾下的士气不妥 且不长久 可他别无选择 总不能告知麾下 为了他而战吧 或是为了新王朝而战 若是如此 这些将士保证会三心二意 李玄呢 北将军呢 他们为何而战 持中堂想到了今日听到对面高呼为了大唐的口号 他也想到了被自己令人弄死的张楚茂 愿他能安息 他想到了那些杀尽中原的异族人的下场 有人风光一时 有人被灭族 本王呢 持中堂吩咐到 明日早饭 杀牛宰羊 他挥挥手 仿佛要挥别心中的那些念头 明日 会是个好日子 天空之上 乌云卷动 一阵阵大风吹过 吹得大杖扑扑作响 一个军事嘀咕 这风邪性 像是要刮走人的魂魄 李玄也有小灶 与将士门贡甘苦没问题 但他不习惯大锅饭的味道 同样的食材 在李玄的手中很快就变成了美食 羊肉加上咸菜 加水一起熬煮 煮熟后 把死面饼撕碎丢进去 灵魂葱花必不可少 一把奢侈的葱花撒进陶罐里 李玄发誓回头就令太平的工匠们打造铁锅 用陶罐烹饪太难受了 葱花被热气一逼 顿时那骨子独特的味道就冲了上来 开饭开饭 李玄看看蹲在边上烧火的小厨娘江赫尔 说道 你就等着这一口吧 嗯 江赫尔用力点头 开饭啦 听到这个声音 英明神武如秦王也为之色变 王老二端着各大碗来了 殿下 我有肉干 这一夜 李玄睡得很好 甚至是很香 天还麻麻黑时 他便起了 江赫尔还在睡 李玄悄然出去洗漱 随后修炼 多年的习惯养成后 不做就觉得亏欠了什么 浑身不自在 修炼完毕 他在大营中寻茶 身后是灵飞豹和两个囚龙卫 吹烟就在前方 那些零食厨子在做饭 北江不缺牛羊肉 但从北江运送到南方太过遥远 故而大多是肉干 太平又最完善 规模最大的肉干制造基地 每年生产出来的肉干远销大唐各地 肉干和菜干 加上酱料一锅熬煮 香味很快就散发出来 早起的军事嗅着食物的香味流口水 将领门见撞破天荒的没有呵斥 这顿饭 兴许就是不少人在人间的最后一顿 宽容些 李玄蹲下 对面做饭的老族恍然起身行礼 做你的饭 李玄见老族依旧不安 便拿起勺子轻轻搅动熬煮的食物 加拿的 李玄随和地问道 圈州的 老北江啊 是 对此战如何看 可有信心 老族犹豫了一下 咱们远离了北江 总是有些心慌 觉着没底气 本来是没信心的 不过心慌的时候 小人总是会看着中军 只要那面大旗在 小人就不怕 我的肩头 有着很多人的重托 李玄回到了大帐内 近日的早饭是江贺儿做的 江湖儿女做的饭菜只能说是能吃 吃了一顿不怎么美好的早饭 李玄走出大帐 文武官员们都在等候 老二这个憨货 竟然吃多了再打嗝 今日 孤有欲感 便是决战 大军出营 双方的赤喉随即爆发了一场大战 准备出击 刚吃了早饭的和喜宴打嗝嗝 心满意足地道 今日 将会是载入史册的一天 图上站在营地外 被身边的将领说道 老夫秀到了血腥味 今日 将会血流成河 杨略站在高处看着前方 远方 几个去打探消息的老侍卫正在赶来 略州的敌军出动了 初级 杨略转身下了小坡 上马 驰隔多年后 他将再度正大光明地出现在中原 为了他的小狼军而战 魏王盘西坐在高处 说道 本王不知该如何帮助子泰 想来想去 待周刺使张灵带着五千骑兵在吉池 他的视线中出现了叛军的赤喉 绞杀他们 张灵的胡须被尘风吹得飞扬 立鹤道 万圣 麾下欢呼着冲了过去 齿君 士气如虹啊 那阵子带周军在叛军的围攻之下死气沉沉的 若非担心被屠城 怕是早就崩溃了 为地顿逃 那时尔狼门 包括老夫都绝望了 可我等却忘记了还有殿下 殿下在 我大唐便还在 张灵拔刀 尔狼门 跟着老夫 为了大唐 为了殿下 杀敌 杀敌 近日叛军的赤猴尤其格外的多 北将军赤猴勇敢地迎了上去 不可后退一步 叛军的将领应着脸道 不可后退一步 北将军的将领沉声道 他们的身后是开进的大军 让大军看到几方的赤猴败退 哪怕是撤退 依旧会对士气造成打击 天气不错 为您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说道 赤河杀人 阿什纳春玉说道 他有些兴奋 我昨夜做了个梦 梦到大王在长安登基 整个天下都在高呼道贺 天上的神灵也是如此 好声浩大 后来呢 有人问道 后来就被营中的鼓声惊醒了 春玉有些遗憾 持中堂看了一眼麾下 兴许是感受到了 今日将会决定此战胜负 不少人有些紧张 对面的也是如此吧 李玄发现麾下文武官员有些紧张 这等大战一旦决出胜负 失败的一方将就此退出争夺天下的行列 也就是说 这一战将会决定所有人的命运 包括天下 他并未开解 因为他自己也在新潮澎湃 是的 和麾下的些许紧张不同 李玄此刻只觉得新潮澎湃 乌云在他的眼中仿佛也多了爽朗 令人心旷神怡 远方 能看到双方赤猴绞杀在一起 明京 当当当 北将军的赤猴回撤 对方也是如此 差点杀了那的大将 王老二回来后有些不满 觉得撤离得早了些 一群紧张的人中间多个混不吝 气氛渐渐就活跃了起来 老二 今日杀了多少人 老贼问道 不知 至少三十余吧 王老二很是欢喜 回家那些钱都得交给娘子吧 可有私房钱 老贼取笑道 男人没有私房钱很丢脸 特别是在民风彪悍的北江 一个男人若是身无分文 出门会被人笑话 我要钱作甚 王老二不以为耻 说得理直气壮 众人哄笑 紧张的气氛当然无存 老贼别的没学会 调节心理倒是学到了些东西 对面 已经能看到叛军大队了 双方在相对开进 止步 今日却是时中堂率先令麾下止步 对面北江军接着止步 两个庞大的阵列静默着 仿佛在酝酿着什么 持中堂看着自己的对手 看着那面大棋 讨逆 很刺眼 李氏叛逆 我市政说 又越感油然而生 这一战啊 持中堂看着麾下 击败北江后 一路追击 顺势灭掉史功名 消除侧意威胁 赫尊心中一阵 大王 关中形势复杂 需要镇压 持中堂摇头 关中留下五万大军镇压 其余的 本王亲自率领追击 老贼 昨夜本王想了许久 北江太大 且还有北辽故地 若是不斩草除根 一旦让李玄安然回到陶县 只需数年 他便能东山再起 这个险 本王不能冒 他昨夜想了许久 各种情况都想过了 陈锋吹拂 时中堂微笑道 南北分治终究是个笑话 双方以关中为戒 迟早会爆发一场大战 既然如此 何不如提早 是 克尊点头 相信若是本王败了 李玄也不会急着去收拾位帝 而是继续南下 灭掉本王才能安枕 陈锋有些凛冽 吸一口气 精神不禁一阵 池中堂看着对面 这是宿命的一战 他猛地挥手 出击 呜呜呜呜呜 号角长鸣 大旗摇动 一队队叛军走出阵列 对面 母阵准备就绪 叛军开始奔跑 池中堂一卓眼 何喜燕将会给他一个惊喜 空旷的原野上 三万骑兵在航境 对面 图上带着一万骑等待着 有些冷的秋风吹动图上的虚法 他们一着眼 我军身后便是盗舟 一旦让敌军出现在大军身后 后果不堪设想 今日 哪怕是战至最后一人 也不可让叛军前行一步 何喜燕目光转动 鸣笑道 这便是机会 决定此战成败的机会 全军出击 击败对手后 不要停留 直奔决战之地 夹击李玄 万胜 那些异族人高呼着大唐的口号 蜂涌而出 双方随即绞杀在了一起 叛军人多 中间突击 两翼还能包抄 双方没有试探 一开始便是惨烈的绞杀战 放箭 捕箭一波 接着一波落在叛军的头上 叛军今日冲击得格外的坚决 刚开始半个时辰 就在左右翼形成了突破 殿下 有人不安的道 左翼 莫要乱我军心 李玄只是看着中路 对于左右翼被突破 压根不多看一眼 中路 密密麻麻的不足之后 一只骑兵在游翼 阿什纳哲明在盯着大旗 等待着石中堂的命令 给中路北将军一级 第1349章螳螂捕蝉 叛军今日的战法和昨日不同 今日他们以普通部族在前冲击 就在北将军适应了这些叛军的冲击力度后 后续的汉族突然爆起 于是 左右翼都同时形成了突破 好 持中堂微笑道 骑兵准备 部族打开了突破口 接下来便是骑兵给对手致命一级 但他的目光随即转向中路 中路 李璇依旧握有不少预备队 而且 悬甲骑还在 大王 虎抱骑请命 持中堂微笑道 哲明这班级不可耐吗 再等等 他需要等中路的北将军出现破绽 而左右翼只是牵制罢了 他的目标从来都是中路 左右翼的北将军在反扑 叛军拼命想维系好不容易形成的突破口 相对有些平静的中路出现了数千叛军部族 这些部族看着神色沉稳 乃至于冷漠 他们身披的甲衣看着破旧 上面密布着刀枪的痕迹 这些都是汉族 南将军的老底子 持中堂在这个时候令他们出击 便是要在中路打开一道口子 阿史纳哲明带着虎抱骑在等待着那一道口子 虎抱骑身披中甲 没法长时间骑乘战马 此刻他牵着自己的马 目光锁定了前方 杀 一个叛军被刺倒 就在立功的北将军军事欢喜时 那些汉族就从这里冲了进来 这些汉族一出手 就改变了中路的局面 他们不断联手向前推进 中路的北将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凹陷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就像是一张弓 被拉到了极致 再发力便会崩断 他的手段便是如此吗 李玄说道 莫刀 前方 叛军眼看着就要形成突破口 后方的阿史纳哲明吩咐道 上马 就在这个时候 中路北将军的防线往后退缩了 好机会 阿史纳哲明眸子一亮 随后 他就看到了一排排身披甲衣的北将军莫刀手走了上来 这些磨刀手身披太平刚出的甲衣 甲衣坚韧 却比上一代要轻不少 而且工匠们根据磨刀手的回馈改进了不少地方 令防御更为出色 也多了几分灵活 全色的甲衣在阴霾的天空下依旧闪烁着光芒 磨刀高举 磨刀将上前一步 杀 刀光闪过 顿时 前方成了屠宰场 那些汉族厮杀经验丰富的一批 但磨刀手们无需和他们比拼什么经验 一力降时会 什么格党 什么躲避都是枉然 这便是北将军的磨刀手 池中堂早有准备 但依旧被磨刀的吸力震动了一下 骑兵 面对磨刀队 唯有牺牲 而且必须是快速牺牲 用快速来压迫磨刀手 直至击溃他们 告知他们 后退者 斩 全家流放 战末者 抚恤三倍 万圣 那些叛军骑兵欢呼着冲了出去 这个重兵集团的目标便是谋反 而谋反的深层利益驱动便是劫掠 有历史记载以来 中原王朝不断更迭 不管是谁上台 第一件事便是延续中原文化 所有人统治者都知晓 唯有保留并发扬光大 那份文化 人心才能稳固 才能团结 但叛军不同 在他们的眼中 所有的一切都是利益 加之时中堂的放纵 叛军们都在期待着大盛之后的劫掠 劫掠观中 劫掠天下 这才是他们的驱动力 没有这个驱动力 使中堂的清军策就会成为一个笑话 叛军们眼珠子发红 仿佛看到了一座座城池在自己的手中化为灰烬 一个个中原人在自己的横刀之下哀鸣 一个个女子被自己蹂躏 毁灭 才是他们想要做的事儿 毁掉这个中原 马蹄声剑剑挤促 放剑 母剑一波波倾泻出来 但若是前方被突破 母手们也只能放下弩弓 拿起兵器变成部族去拼杀 闪开 部族闪开 骑兵们迎着刀光冲了上去 杀 莫刀将高呼 刀光闪过 人马巨碎 撞灾 寒记看着前方的惨烈 不禁叹道 敌军骑兵源源不断地涌来 莫刀手们刚斩杀一人 接着又出现一个对手 这时利用节奏来压制莫刀手 莫刀手开始反击 随即对方压制 半个时辰后 重甲不足 李玄冷冷道 前方 一排排长枪手出动了 他们脚步沉重 走得缓慢 面甲被拉下 一双双毛子透过孔洞看着前方 莫刀手 退 只是半个时辰 但莫刀手们却觉得仿佛过了一生 叛军用迅猛的连续冲击 令他们应接不暇 莫刀手们后撤 叛军大喜 他们欢呼着 准备催促战马加速 就在此时 他们的视线内出现了一个各种甲不足 与莫刀手相比 这些不足从头到脚都被笼罩在更为厚重的甲衣之中 看着 就像是一个各移动的堡垒 扑胎于另一个世界的不人甲 登场了 重甲不足一步不往前走去 长枪伶俐 看着令人心寒 放箭 叛军后面箭雨袭来 那些重甲不足只是微微低头 箭矢落在身上 叮叮当当一阵子 毫发无伤 那些叛军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杀 一个叛军居高临下挥刀 当 横刀砍中了对手的尖头 随即反弹 那重甲不足抬头 双眸中都是冷意 双手紧握长枪 前刺 啊 叛军被刺中小腹 惨嚎着落马 杀 重甲不足门袭袭上前 林立的长枪密集往前捅刺 无数兵器落在他们的身上 可除去狼牙棍等重兵器之外 用处不大 早在组建了末刀队之后 李璇就在琢磨中甲不足 不足防线靠的是纪律 但更多是甲医 他翻阅了不少另一个世界的资料 朱雀叫嚣着让他打造坦克 被李璇禁音 另一个世界那漫长的历史中 诞生了无数甲医 李璇最终选择了不仁甲 他看了一番评论 有人说大宋是个艺术 从辽国到金国到蒙古 大宋遭遇的是历史上 含有的凶悍对手 可孱弱的大宋却顽强地坚持到了最后 差点把蒙古也磨死了 他们靠的什么 钱财 自然有这个因素 但更多靠的是兵甲 大宋缺马 对手却多骑兵 他们是靠什么挡住了骑兵 李璇看到了不仁甲 这特么的要逆天 看到不仁甲的构造后 李璇不惊惊叹道 然后觉得会很贵 半一文钱一分货啊 李璇果断上了不仁甲 他用了数年的时间积攒下了这一批不仁甲 直至今日才正式启用 殿下 盼君慌了 江河而清脆的声音就在身后 是的 在遭遇了这些移动的堡垒之后 盼君慌了 慌得一批 失去速度的战马 压根就不敢冲着凌厉的长枪冲击 更不敢撞向那些人形堡垒 相反 重甲部族在一步步的推进 很缓慢 但却异常坚定 渐渐的 那个阵型上的凹陷被推停了 所有目光看向中军 殿下 赵勇就在前方 他回手看着中军大旗 其带着大旗摇动 发出反击的信号 杀 枪影闪烁 图上带着麾下 在拼命堵截敌军的突击 他没有退路 若是敌军从他这里突破 唯有踩着他的尸骸 从南州来到大唐 他选择了执服 而李玄也并未为难他 大多时候任由他悠哉悠哉的 这是个宽容的主攻 今日便是老夫回报他的时候 内袭在体内疯狂涌动 枪影越发得快了 果然是南地枪王 娇平看着枪影赞道 三万对一万 摸也能摸死他 随着何喜燕的声音 叛军蜂涌而上 枪影再扩展 扩展得越大 内袭的消耗就越大 一个个叛军骑兵冲向图上 枪影快速闪烁 那些叛军骑兵或是咽喉 或是胸膛中枪 纷纷落马 没一会儿 涂上的身前 竟然尸骸高高堆起 他大喝一声 侧马越过尸堆 居高临下 一枪挑飞了正在冲来的叛军将领 他虚法奔章 幕后道起 长枪挑动着迪江的尸骸 奋力往上 尸骸飞起 重重地落在地上 叛军为之震撼 剑雨袭来 枪影闪烁 一一把箭矢拍落 围杀 何喜燕冷冷地道 枪影把涂上包裹在中间 叛军前赴后继地往前冲击 突然前方一空 涂上收枪 竟然喘息了起来 包围完毕 何喜燕接道禀告 叛军已经完成了对北将军的合围 接下来便是从四面突击 主动拳到手 半个时辰 何喜燕沉生道 半个时辰后 老夫要看到敌军溃败 领命 拱手 涂上打头 带着麾下向何喜燕的方向突击 老夫早料到了你的这一手 何喜燕冷冷地道 出击 他身后还有一千预备队 也是他手中的最后精锐 这一千骑出击 当即压制住了图上的势头 差不多了 何喜燕说道 三万叛军骑兵围攻一万北将军 他已经被牵制住了半个时辰 而这半个时辰中 前方大战局势变化 说不得 就晚了 何喜燕说道 吹号 最后一击 他要发动总攻 万圣 叛军在欢呼 图上喊道 一步步退 他不能退 不能给叛军越过道州的机会 他甚至不能游斗 否则叛军能以一步牵制住他 主力越过道州夹击大军 但局势在不断恶化 叛军不断压缩 北将军在不断反弹 但包围圈越来越小 大势定义 何喜燕微笑道 他看着道州以北 说道 大王捎带 臣 马上就来 马提声毫无征兆地在后方传来 谁的增援 何喜燕有些诧异 心想越州军的精锐都被自己抽掉一空 哪来的增援 他缓缓回头 身后的远方 数千骑兵正在乌云之下急驰 雷电在半空之中闪烁 扭曲着 轰鸣着 风从闪电之下掠过 吹得大旗烈烈作响 这是哪边的人马 何喜燕醋没问道 难道是别处的 娇平说道 然后摇头 没有军令 谁敢擅自调动人马 北将军那边 看到那数千骑后 图上第一次生出了绝望的情绪 他喊道 为了殿下 此战 北将军在咆哮 怎地没有大旗 焦平有些纳闷 但凡军队人数上千 必然会有主将的将旗 以此来区分部署 话音未落 对面的数千骑中 突然打出了大旗 是杨自习 杨自习 是谁 数千骑的前方 为首的将领手持横刀 喊道 为了殿下 为了殿下 多年前 杨略带着那的孩子出了长安 一路向南 他一直在静台的追杀之下苦苦守护着那的孩子 为此 他隐姓埋名 在南州苦苦等待着那的孩子的消息 他忘记了自己的过往 忘记了自己原先的豪情壮志 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 为了那的孩子 鼻息 叛军中传来了尖叫声 横刀挥动 刀光和电光一同闪烁 当面时余叛军从马背上飞了出去 杨略举刀 万胜 第1350张浪潮 天空之中的乌云越来越低 仿佛压在了两支大军的头顶之上 二十那春玉跟着石中堂征战多年 经历过的场面不计其数 他自诩见过大场面 可此刻却被血腥的厮杀阵的瞠目结舌 无数人在前方望我的厮杀 惨嚎声 兵器的碰撞声 就像是魔鬼的嚎叫 令人头皮发麻 每一瞬都有无数人倒下 那些重甲部族在步步推进 缓慢 但却无法阻挡 态势在渐渐偏向北将军一边 李玄手握这等重甲部族 为何不在昨日用上 这个疑问一直在阿什那春玉的脑海中回荡 何喜宴 他听到了石中堂轻声自语 随即 脑海中仿佛有一道闪电掠过 若是昨日李玄便派出重甲部族 石中堂必然会选择更为稳妥的攻击方式 而不是现在就把主力尽数压上 手中紧紧握着虎抱齐 叛军手握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优势 时钟堂不及啊 他可以慢慢地磨 直至把北将军磨得士气全无 直至看到破绽 在雷霆一击 如此 重甲部族的作用便会被削弱到极致 可李玄就像是个最老道的猎人 哪怕是昨日和今日都曾被叛军吐入防线 他依旧不动如山 他先派出莫刀队 让石中堂觉得决战的时机来临 令骑兵突击 莫刀队果然在骑兵连续的突击之下 皮太近血 就在虎抱齐上马的时候 重甲部族 这个李玄手中的王牌出场了 那些人形堡垒一出场 就打了叛军一个措手不及 战局瞬间向北将军倾斜 他在钓鱼 春玉脱口而出 面色惨白 持中堂双拳紧握 他知晓自己终究急切了 他错误地打出了手中的大部分筹码 而此刻 北将军中 悬架其依旧未动 好一个秦王 持中堂的声音有些沙哑 得到多注 师道寡注从不是一句空话 北将军在不断扩大优势 李玄从容地说着自己的部署 叛军起兵 搅乱天下 在天下人的眼中 这些异族便是祸害 于是人人喊打 身处这等境地 使中堂心中不安 他担心时日拖得越久 天下人便会汇聚成一道洪流 淹没了他 故而 他急不可耐 恨不能今日便彻底击败我北将军 而姑 却不着急 李玄微笑道 现在 该他着急了 此刻中路北将军在不断向前推进 而左右亦在这股气势相助之下 将士用命 不但把敌军驱赶了出去 而且跟随着中路大军一起向前推进 现在 北将军在叙事 当这股子气势到了顶端时 便是全面反击的时机 而时中堂此刻要做的便是 打断这股气势 他看看左右 剩下的是护卫 以及五千骑 金锐在前方 阿什那十名上马又下马 他的麾下显得有些无奈 持中堂开口 令虎豹骑出击 这是孤注一职 拳甲骑出战需要时间 而时中堂就堵在拳甲骑出击之前 虎豹骑能突破北将军的防线 一旦形成突破 混乱便会生成 在那等时候 拳甲骑上阵也无济于事 一级即迟 到了阿什那哲鸣身前 大王令虎抱其出击 领命 阿什那哲鸣上马 他回头看了中军时中堂一眼 持中堂微笑挥手 李玄在等着本王的回应 本王可以徐徐而退 可此刻一退 军中士气全无 只能避战 要想逐入天下 和为先 勇气 持中堂声音铿锵 他期待着本王的决断 战 或是退 这便是本王的回应 他目光越过北将军大阵 看向了后方 本王的三万大军 正在破镜 持中堂机窍的道 当和喜宴出现在北将军身后时 本王期待能看到李玄的表情 殿下 敌军虎抱骑出动了 李玄看到了 虎抱骑正在缓缓而行 武车 对付这等重甲骑兵 最有效的武器便是床弩 数百辆弩车准备就绪 车上的床弩高高抬起 虎抱骑在加速 马蹄声沉重的令双方将士都为之一阵 是虎抱骑 叛军在欢呼 万胜 放箭 数百军士手握锤子 随着命令敲下 砰砰砰砰砰砰砰 密集的声音中 数百弩枪飞越双方的中线 直扑虎抱骑 重甲面对弩枪变成了白纸 被轻松穿透 甚至是人马被穿在一起 顿时 人仰马翻 是北将军的床弩 阿史纳春玉面色一变 这数百弩车一直未曾动用 此刻服役出场 便震惊了对手 大王 克尊第一次色变 不必管 持中堂眼眸深处有些慌乱之意 按照他的部署 此刻何喜宴应当已经击溃了北将军的阻截 赶到大军身后 发动骑袭 何喜宴应当马上到 北将军后面突然一阵骚动 两千余旗正在接近 止步 后面警戒的骑兵喊道 随即 图上出现 图公 这些人是谁 去禀告殿下 杨略 来了 杨略的眼眶发红 时机差不多了 李玄眯着眼 图上那边的阻击战必然会格外惨烈 他必须抢在图上被击溃之前击败时中堂的大军 所以他不断示弱隐藏底牌 直至此刻 时中堂底牌进出 而他 李玄回头 看到了十余旗正在赶来 也看到了整装待发的悬甲旗 他的谋色一凝 图上竟然来了 殿下 图上进前行礼 敌军三万溃败 整个大旗周围都沉没了以顺 陈领军阻截敌军 战事艰难时 三千旗在敌军身后发动突袭 一举击溃敌军 三千旗 哪来的 这个问题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浮现 殿下 图上说道 杨略请见 以顺 所有人都看到了秦王的狮神 随即 那眼眶红了 杨略 出兵南下后 他不想让杨略冒险 故而令他在南州待命 等待大军南下攻伐南疆实在出动 可杨略却来了 就在此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他率领三千操练了多年的铁骑 出现在了和喜燕的叛军身后 雷霆一急 李玄开口 令他 待命 杨略老了 随即的大战中 若是他有个三长两短 李玄会后悔终生 将赫尔发现秦王的身上多了一股紫气息 玄甲齐 秦王开口 在 张渡行礼 集结 领命 拳甲骑上马 开始集结 终现此刻厮杀的越发的惨烈了 叛军仿佛爆发了小宇宙 一度把北将军的攻势给压制住了 虎豹骑顶着弩枪终于到了前方 迎来叛军一阵欢呼 他们在期待什么 烧杀抢掠 奴役这个天下 大唐立国372年 国座至此 仿佛步履满山的老狱 昏军在上 全臣野心勃勃 以至于一介异族也敢跳梁 有人说 李唐命述尽已 天下当改朝换代 今日 孤当令天下人看看 李唐 尚在 呛狼 李玄拔刀 玄甲齐 在 五千玄甲齐列阵完毕 看着自己的统帅 李玄刀指前方 心声道 阿耶 看着我 横扫千军 大王 北将军 玄甲齐出动了 一个恍然的声音喊道 池中堂谋色阴郁 何喜燕何在 何喜燕对他忠心耿耿 绝不会背叛 可他人呢 大军呢 何喜燕此刻被图上挥下团团围住 弃刀下马不杀 擒获一个大将的诱惑令那些将士心动了 败了 何喜燕惨笑着 把横刀搁在脖子上 大王 陈无能 来世再报大王之恩 手一动 横刀拉断了咽喉和大血管 扑通 阵列的通道中 马提升越来越快 将士们回头 就见到秦王高举横刀 身后是五千悬甲旗 殿下轻律悬甲旗冲阵了 殿下千岁 纳德带领着他们战无不胜的统帅 今日再度出击 从太平开始 他的前方总是有无数敌人 马贼 三大部 北辽 折古人 他的身后留下了无数尸骸 他踩着这些尸骸走上了巅峰 此刻 他面临着三百余年大唐国座中从未出现过的大敌 身为秦王 他依旧义无反顾 万圣 无数将士在阵壁高呼 诸将士 秦王喝道 随孤沙敌 他一头冲进了叛军之中 不够犀利 却浑厚的内袭在涌动 一刀 对面的虎豹齐脖颈上多了一道红线 随即鲜血蹦射 他咆哮着 不断往前冲杀 赤秦王 杀了他 叛军中有人在喊道 一刑到了李璇的右侧 林亚运难得拿起长剑 轻松血液地吐露着那些叛军 左侧上来一刑 赤灵飞豹 他手中的横刀无坚不摧 突破了 李璇突入了叛军中间 身后 五千胡豹齐沿着这个口子冲杀了进去 吹号 李璇一刀斩杀了对手 说道 身后 号角长鸣 中军 赫连荣喊道 时机已到 全军出击 大旗摇动 左翼 有人禀告 殿下令 全军出击 将存中拔刀 呼喊道 出击 右翼 裴俭高呼 出击 整条战线猛地往前压去 就像是无边无垠的浪潮 猛地朝前扑极 砰 无数声音传来 惨嚎声汇聚在一起 听着就像是从九幽地底传来的哀鸣 无数人在这一刻倒下 放箭 弩手们的手指头哪怕有护具 依旧肿胀 他们奋力拉开弓弦 略显笨拙地用受伤的手把弩箭放在箭槽中 随即听令发射 箭如雨下 覆盖在了前方 随即 弩阵中止 否则将会敌我不分 持刀 弩手们拔出横刀 列阵 出击 他们是弩手 但在短兵相接时 却也是跳荡勇士 大王 魏明面色铁青 突破了 北将军在中军率先取得了突破 那是秦王 克尊难难地道 他如今身为秦王 麾下猛将如云 为何还敢冲阵 他看了面色惨白的石中堂一眼 这位伤王此刻看着就像是一只斗败的攻击 克尊突然明悟 持中堂起兵为的是一己之私 而李玄为的是家国 故而李玄勇气十足 而持中堂却胆气静丧 可喜厌恶了本王 持中堂深吸一口气 压下去 督战队上前 督战队上前 斩杀溃逃的将士 可挡不住了啊 持尖拉回到清晨 加谷官 守军懒洋洋地在城头歇息 持中堂的大军就在建州以南 加谷官安全无语 他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等待消息 不 是等待捷报 随后传递各处 大王必胜 每个人对此都深信不疑 加谷官房的事外 对内的城墙却格外的简陋 一支资重队来了 资重车队很长 明夫看着懒洋洋的 这也符合现状 探军蒸发的明夫都懒 而且动辄逃亡 有官员为此上书持中堂 说明夫动辄逃亡不是急躁 由此可看出天下人对南将军的反感 一句话 该做出改变了 持中堂沉思许久 点头 但一切都得等到这次大战之后 城门大开 数十军事懒洋洋的在门外站着 将领出来 骂道 怎地现在才来 车队中出来一个文官 看着细皮嫩肉的 堆笑道 半道遇到了贼人 这不就耽误了片刻 片刻 将领不屑的道 无耻 文官呵呵一笑 回头喊道 李二 这里有人不服气 将领冷笑 怎地 要动手 一记上前 把背上的将领身材雄壮 关键是 腰间的刀鞘很大 呛狼 据刀出鞘 杀 第1351张 虽远必诛 杜战队在生死历劫的呼喊 在凶神扼杀的杀人 骑兵跑得最快 率先撤离 可不足却倒了大梅 被北将军一路追杀 大王 赫尊说道 是不可谓 我等可退回关中 魏明看了时中堂一眼 加古官一守南宫 臣愿率军死守越州 守住越州 就守住了南方 如此 关中和南方依旧能形成夹击之势 虽说是不如前 可好歹还能维系下去 持中堂看了魏明一眼 看好南方 领命 魏明带招数千骑兵跑了 持中堂看着前方溃败的麾下 眼中有痛苦之色 轻声道 大好局面 一朝尽丧 本王 心疼 克尊催促道 大王 要快 本王还会再回来 持中堂知晓 自己这一撤离 天下大势就变了 原先叛军所向无敌 哪怕舆论滔滔 可拳头大的才是大哥啊 足以天下振步 觉着再无人能治住这些异族贼子 可现在 更厉害的一个大哥出现了 把叛军拽住就是一顿毒打 而且 这个大哥身份尊贵 乃是前太子之子 天下人会如何 自然会拥戴他 而叛军 将会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得道多注 失道寡注 人心向北之下 战略主动 由此一手 此消彼长 北将军将会如日中天 本王 不甘心 持中堂策马掉头 又不舍得再度回头看着前方 叛军在奔逃 跑得到处都是 哪怕是从他马前跑过去的叛军 都不会看他一眼 一道光出现在前方 持中堂抬头 就见乌云在渐渐散去 阳光黄黄 照得他不禁伸手挡住了眼睛 走 秋风吹过 吹落了一滴泪珠 持中堂跑了 中军大旗一动 正在溃逃的叛军就越发的乱了 就像是一条被斩断脑袋的蛇 四处乱窜 李玄浑身欲血 被宁亚运拉住了马将 紫泰 你是统帅 此战大胜 没有必要再去冒险 李玄点头 胜了 胜了 宁亚运微笑道 紫泰 你胜了 老夫能清零此战 于有容焉 不 是大唐胜了 李玄下马 把战马交给乌达 缓缓而行 此战之后 叛军将会陷入低谷 曾对大唐绝望的天下人 将会再度感受到生机 被切断的骨作 再度被他强行絮上 这种帝王叫做什么 李是忠心之主 李玄仿佛看到了后世史册中 对自己的评价 只不 这里是沙场 李玄的周边有数百人在护卫 最周边的便是乌达的手下 此刻他们拦截了数十骑 李玄闻声回身 杨略 区乏已经有些斑白的杨略带 朝数十差不多年纪的男子 正在周边 特连艳过去 殿下让他们过去 护卫们后退 好奇地看着这数十男子 走向李玄 直至他的身前 跪下 见过殿下 你们 很好 李玄过去 一一扶起这些忠心耿耿的护卫 辛苦了 辛苦了 这些护卫为了他远赴一国他乡 从年轻到年长 他们最好的年华就耗在了无尽的等待中 杨略 李玄看着杨略 百感焦急 殿下 杨略看着他 下意识地伸手拍拍他的肩膀 仿佛是夸赞 你干得不赖 李玄并未躲避 拍了一下后 杨略才发现自己失礼了 周边 几个文官的眉心皱的能家死苍蝇 那是殿下 岂能这般无理 回头就弹劾此人 李玄指着杨略 对众人介绍道 他叫杨略 在顾上在强宝中时 便是他带着孤南下 一路躲避静台的追杀 那两个官员恶然 原来是他 可还要弹劾 弹劾各屁 殿下小时候的尿布都是他换的 别说拍一下肩膀 就算是拥抱一下 也是人之常情 一个将领来请示 殿下 可要招降 孝容在秦王的脸上渐渐凝固 变成冷漠 孤说过 这些异族既然来了 那么 就别走了 一对对骑兵出发 殿下令 此战不留俘虏 杀光这些异族叛贼 那些跪地请将的叛军抬头 绝望好叫 随即 便是一场杀戮 此战大胜 天下大势也将明朗 为何还要行此杀戮之事 全学中也有记载 杀戮过多 终须担心 因果 宁雅运劝道 长教说因果 孤身以为然 几个文官见秦王态度改变 不禁爱喜 作为文官 他们更希望自己的主君是一个仁慈的人 至少表面上如此 可黄州 甘州的军民亡魂不远 李玄说道 孤说过 对付一族的挑衅 孤唯一能做的便是 以牙还牙 姿态的杀心好众 宁雅运心中暗自叹息 他担心杀戮会让李玄变得暴力 赫莲荣悄然过来 轻声道 长教 嗯 殿下曾说 对内 当行人证 对外 当恩威病师 此刻大唐衰为 当行杀戮之事 以振折一族 两千余骑兵赶到 下马跪地 见过殿下 这便是成为殿下操练的铁技 杨略说道 忠心耿耿 李玄微笑道 起来 这两千余其中就陌生 殿下第一次见面就赞誉有加 显然是看在杨略的面子上 这是爱乌吉乌啊 寒忌知晓 杨略的到来 必然会改变北疆的权力架构 逃道半道的石中堂给麾下打气 观中依旧在守 那是帝王之机 只需修生养习数年 便能恢复元气 有人来了 一对骑兵狼狈而来 大王 是家古官的守军 石中堂面色一变 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大王 家古官 丢了 扑 池中堂开口就吐了一口血 关中乃是他最后的底牌 唯有握住关中 他才有翻本的资格 才有继续逐路中原的资格 他率领大军出战 关中空虚 此刻家古官一丢 他便是丧家之选 是谁 魏王 撤 池中堂几乎没有考虑 带着麾下就绕了个圈子 往南方而去 那是家古官 不说义夫当官 万夫莫开 但就凭着他士气尽丧的麾下 一时半灰而破不了 可追兵就在身后 他只能逃 随军的名夫来了 看着尸横遍野的沙场 都倒吸一口凉气 大胜了 当然 否则殿下怎会这般悠闲 李玄副手和杨略等人 在沙场散步 有输有孝 南州那边 姑也没想到会这般莽撞 竟敢主动攻打南疆 南州军队有守土之心 却无进取的勇气 杨略一句话道 尽了南州武人的心态 你让我固守可以 因为这是守护家园 南州对武人颇为苛刻 说实话 没人愿意为朝中军臣去开疆破土 谭记笑道 这便是因果 李玄说道 压制苛代武人 这是因 而后大败 这便是果 因果回圈 屡是不爽 祝金官 前方有人喊道 李玄止步 微笑道 希望这个金官不是最大的 这一战叛军战死数万 数万人的金官还不够大 众人心中意涵 为那些异族人 莫哀已顺 王老二自告奋勇去监造金官 李玄玩而点头 杨略记的王老二 说道 以后殿下身边的有能用之人 这话隐晦 陈老了 以后怕是无法为殿下效力 王老二这等人正好接班 李玄看着他 故兄中还有无数雄徒霸业 而你 不可或缺 杨略苦笑 陈老了 徒工尚且在为孤效力 你老什么 李玄淡淡地道 金官在不断升高 一个叛军文官被带了来 殿下 此人书有重大机密禀告 押送的军士说道 文官跪下 谄笑道 下官夏清 见过殿下 赤和机密 李玄问道 别人没发现 但从小看护他长大的杨略 却察觉到了一丝不耐烦之意 夏清说道 下官当初从此乃是迫不得已 下官身在叛军营中 可却想做内应 殿下 下官早就看出殿下乃是真龙 可惜身处南方无法投靠 李玄摆摆手 两个军士觉得自己被骗了 恼火地倒托着夏清往金官那边去 殿下 下官愿意效忠啊 殿下 下清的声音变得尖利起来 下官愿做殿下的走狗 殿下令下官私咬谁 下官便咬谁 殿下 饶命那 金官之前 只是一刀 尖叫声消停了 巨大的金官依旧在往上延伸 金官时已经做好了 很大 殿下 好了 文房四宝齐备 李玄拿起毛笔 撕存了一下 随即落笔 大干十五年 有一族作乱 荼都南方及关中 天下震步 故举讨逆之旗 领大军南下 败叛贼于此 斩杀无数 驻金官已则不成 这是介绍 众人微笑点头 这一战 所有人都将标榜侵蚀 李玄继续书写 李玄投成天 满以底肩 已是万里 名犯强堂者 虽远必诛 成天阶 乃是长安皇城内 接待一族使者的地方 众人只觉得 胸中热血猛的网上义勇 应当把砍下来的头颅悬挂 在一族使者居住的成天阶 让他们明白 敢于侵犯大唐的一族 即便离得再远 大唐也必将诛杀 自从李元 李密父子发动宫殿登基之后 大唐国师便一再下滑 国师下滑 便会引来一族的窥探 北辽一改对质的姿态 平平入侵 若非北将军突然崛起 灭了北辽 此刻大唐的北方 怕是一系三经 南疆叛军的横行 更是令天下人恍然绝望 他们担心 一族人将会在中原 再度展开一次屠路 陈国之前的王朝覆灭后 一族联手入侵 把中原杀得实施九空 曾危阵四夷的中原 沦为了一族的屠宰场 险些被灭种 就在此刻 李玄打出了讨逆大旗 率军南下平叛 就在这天下瞩目的一战中 大败时中堂叛军 李玄投成天满以底间 以示万里 名犯强堂者 虽远必诛 这是来自于秦王的表态 不 不会就此罢首 北将军将会挥师南下 直至把叛贼尽数歼灭 而这更是秦王对外的一种姿态 也可以说是未来大唐外交的原则 谁敢侵犯大唐 谁敢侵犯大唐人 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逃到何处 咱们不死不休 第1352章大事去矣 到周 从李玄领军出战后 城中就戒严了 有骑兵 城头有人喊道 将领双手撑在城头 目光炯炯地盯着那百鱼旗 逼声道 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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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鱼旗急迟到了城下 所有人都屏息看着他们 为首的军事昂首喊道 大姐 将领忘记了呼吸 哆嗦了一下 大姐妈 迟逆大败 王家谷关顿逃 我军正在追杀 大姐 将领猛地锤打了一下城头 开城门 只呀 城门大开 百鱼旗冲了进去 王栋正在家中喝酒 妻子在身边唠叨 不是说支持殿下不应当 该 可好歹也得看看时机不适 若是殿下败了 你看我这张嘴 不该 王栋喝了一口酒水 她知晓妻子想说什么 若是殿下败了 叛军定然会报复咱们 咱们不是五人 能逃到哪去 你说是不是 和当家男人发牢骚也得注意方式方法 妻子的话令王栋越发的郁闷了 但男人说人不出阵 王栋说道 殿下必胜 妻子叹息 哪有什么必胜哟 大姐 呼喊声伴随着马蹄声远来 戒言解除了 外面传来了许多嘈杂的声音 殿下大败时逆 看军往家骨关顿逃了 王栋呆呆地看抬头看着外面 他的妻子恶然看着他 大姐 王栋披手把酒杯砸在地上 面色长红 兴奋地跺脚 大姐 大姐啊 他猛地抱住妻子 在他的脸颊上巴唧一声 轻了一口 然后冲了出去 大姐啊 大姐啊 他冲出家门 此刻外面站满了人 所有人都是一个表情 兴奋欲狂 殿下千岁 不知是谁率先高呼 随即呼喊声蔓延了整座道周城 殿下千岁 王栋振臂高呼 他看到了好友陈贤 磕酒 他招手 陈贤点头 好 为殿下贺 为大唐贺 今日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王栋毁身 就看到妻子在叫嚷 殿下千岁 张灵带着戴周城几乎所有的骑兵 再朝着道周方向急迟 这一路他们击溃了叛军十余谷赤侯 越靠近道周 叛军的赤侯越多 直至下午 叛军的赤侯突然消失了 奇了怪了 张灵纳闷 人呢 大军厮杀时 必须要派出赤侯少探敌情 遮蔽敌军的少探 一言以蔽之 争取战场对自己单方面透明 可叛军的赤侯呢 持军 大战怕是结束了 有将领说到 结束了 谁胜谁负 张灵的心竟然在战斗 一旦败了 带周必然沦陷 而且 叛军会顺势北上 大唐 就站在了悬崖边上 离灭亡不远了 陈灵在上 列祖列宗在上 庇护大唐吧 张灵看着苍穹 虔诚地祈祷着 使军 咱们是不是 止步 将领建议道 张灵毅然道 继续前行 就算是死 老夫也该死在冲向叛军的路上 而不是归作在带周苟延残喘 出发 大队人马当出发 就遇到了百鱼旗 止步 前方的骑兵拦截了对方 这是去哪的 在后面的张灵有些焦躁不安 突然 前方一阵骚动 接着 骚动蔓延 这是怎么了 张灵不满的道 大姐 殿下大姐 石逆顿逃 张灵的身体摇晃了一下 面色红得就像是喝醉了酒 带来 带来 这百鱼人本就是准备去带周报捷的 没想到却遇到了张灵 为首的吕帅进前行礼 今日午后 我军击败叛军 斩杀数万 石逆带着溃兵往家谷官顿逃 大胜了 大胜了 巨大的压力一下就释放了出去 张灵却忍不住鼻子一酸 哽咽了起来 正了 正了 他难为情地抹去泪水 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 忍不住喊道 殿下千岁 殿下千岁 王老二率军追赶 半途 他就遇到了一队起兵 别动手 在出兵南下之前 北将军就尽数换成了悬甲 对方看到悬甲后 就举手表示无害 王老二贺问 哪来的 一个校尉出来说道 你们哪来的 王老二怒了 耶耶北将军 校尉笑道 下官正好去寻北将军 可是 教尉先问 此战如何 大姐 王老二说道 臣佛保佑 教尉狂喜过望 仰天长笑 王老二满头黑线 笑够了没有 教尉行礼 还请告知秦王殿下 加谷官 已在我军手中 啥 王老二二然 谁的手中 太子殿下 剑州 阿什纳燕容面色惨白 竟然败了吗 是 来报信的军事 看着狼狈不堪 假意凌乱 大王令将军死守剑州城 如何死守 这个问题在阿什纳燕容的脑海中 闪动了一下 随即消散 怎地败了 他一直在期待着捷报 想着若是大败北将军 剑州也就彻底解除了威胁 随后 他准备请英北上 去攻打北江 可现在 这一切都成了梦幻泡影 小人告退 军事行礼 报 声音有些急促 阿什纳燕容心中涌起了一阵不安 来的是剑州的赤喉 看着就像是丢失了老巢的老鼠 将军 加谷官丢失 大王率军往越州去了 加谷官丢失 从南疆起兵以来 叛军一路攻伐顺遂 最大的收获便是拿下关中 而加谷官丢失 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没了 前面的所有努力都成了无用功 阿什纳燕容面色惨然 大势去矣 殿下 李玄是在夜里得知了这个消息 迟逆率军绕了个圈子 往越州去了 说是加谷官 殿下 王老二来了 魏王拿下了加谷官 这特么的什么跟什么啊 李玄本有些睡意 文言只觉得脑子里混乱了一下 他拿下了加谷官 随即 韩记和贺连荣被叫来 出事突袭 官上本就人马不多 一下就被击溃了 王老二打了个哈欠 韩记抚须 眼中闪烁着绿色 殿下 官中乃是大唐龙星之地 必须拿在手中 我军与实逆大战 倒是让别人趁机捡了便宜 贺连荣也丢开了慈悲的面具 官中不但是龙星之地 更是战略要地 官中居于大唐中心 从这里出发 可从容攻伐四方 而四方想去别处 就得经过官中 李玄默然片刻 魏王对天下本无那份心思 殿下 韩记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人善辩 手握利刃 杀心自喜 慈悲和尚说道 一个性情淡薄的人 突然手握巨姿 他是否还能保持那份淡薄 一个心如止水的人 身边突然多了几个绝世美人儿 他可能坐怀不乱 人心 经不起考验 实逆败了 加古观中 李玄不敢置信地道 这才两日啊 打探到了消息的赤喉说道 第一日实逆战据上风 今日大战 秦王却把压箱底的手段 一个个抛出来 实逆不敌 大败 魏王坐在上手 雄壮的身躯在烛光的灰映下 明暗不定 实逆这一败 再无翻身之机 可 李涵看着魏王 想着当下的局势 击败叛军的秦王身为大战 可魏王却手握加古关 封锁了关中 接下来 怎么办 越州 魏明正在驯化 此战一败 天下大势就变了 南方乃是我军根基 不可丢失 前松听出了弦外之音 大王去了关中 舍弃了南方 但我魏明却不会丢下你等 这是要分裂了吗 是了 北将军大胜之后 剑州定然不保 如此 秦王便封锁住了关中 从此关中与南方隔绝 逝去和关中联系的南方会成为一块无主的肥肉 看魏明的意思 有些想一口吞了这块肥肉 魏明正是这个想法 在他看来 大败后的叛军不说一蹶不振 但出关和北将军决战的勇气应当是没有了 关中人对叛军恨之入骨 石中堂想在关中招募勇士压根就不可能 就算是招募到了 他也得担心那些关中大汉在战时反个一击 也就是说 他的不到兵员补充 如此 石中堂在关中的日子便是苟延残喘 再无搅动风云的机会 相反 关中那些失利看到他的虚弱后 会蠢蠢欲动 随即风烟四喜 石中堂 完了 为魏明看来 石中堂再无翻身的机会 而他 将会掌控南方 成为第二个石中堂 南方复数 一年两熟 乃至于三熟 掌控南方 前梁压根就无需担心 有钱有梁 用前梁为诱饵 他随即就能召集一支大军 北将军必然会先攻打关中 如此他便能在南方为所发育 秋整半年便攻伐南州 魏明想到了南州 眼中不禁闪过贪婪之色 那是个附属的不像话的地方 但却孱弱 拿下南州后 他的势力将会膨胀 到了那时 若是北将军攻伐不力 他便能刺激出击 若是北将军灭了石中堂 他便固守南方 至少也能自立一国 魏明的呼吸一紧 兴奋地浑身燥热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听着很多人 魏明不满地道 何事 一个人走到了门外 魏明 魏明抬眸 浑身一个哆嗦 大王 池中堂绕了个圈子 终于到了越州 他站在门外 看着坐在上手的魏明 眼中有阴郁之色闪过 魏明明显得愣住了 然后才起身行礼 见过大王 见过大王 众人行礼 持中堂走进大堂 魏明避开 让他坐下 此战虽说败了 不过我军根本尚在 本王准备回南疆 招募勇士 准备反击 起兵到了现在 迅猛发展的势头 被北将军打断 若是时中堂选择直服 那么麾下就会生出 各种念头来 那些习惯烧杀抢掠的麾下 会反过来反噬他 这是他自找的 从放纵麾下烧杀抢掠开始 到放纵麾下屠城 时中堂用这种方法来激发麾下的野性 他成功了 他的麾下无往而不利 但当他大败后 失去了这些好处的叛军会如何 以色是人 色衰而爱持 以利诱人 利去而人心尽丧 这便是阳谷 当独虫没有食物后 便会是主 烛光闪烁 照得大堂上的文武官员们面色阴晴不定 看着 恍若鬼魅 持中堂心中一冷 第1353章回家 睡客 凌晨 杨略起床 洗漱后问道 殿下可起了吗 殿下在修炼 杨略去了周谢后 看门的是乌达的手下 杨公 老夫请见殿下 杨略说道 护卫说道 殿下交代 杨公无需通禀 这是殊荣 杨略顺着一路进去 突然止步 看着右侧 一个囚龙未从暗处出来 笑嘻嘻的道 果然宝刀未老 后院 李玄正在修炼 杨略站在游廊下 对护卫摇摇头 示意别打扰李玄 李玄向着东方 在做一套舒展的动作 一呼一息 仿佛在和天地沟通 这便是孝敬皇帝亲手为儿子挑选的秘迹 杨略自己吃透后 才一点点教授给李玄 他想到了那些年 小小的孩子好奇地看着他 杨略 这个是什么 吃秘迹啊 秘迹能吃吗 吃修炼 修炼做什么 强大啊 可我要强大做什么 呃 你只管修炼就是了 记住 一辈子都要练 不 孩子不解 但依旧乖巧地硬了 随后 这个秘迹就伴随着他走到了今日 杨略心中温暖 想到那年李玄第一次感受到那席的欢喜 他等啊等 等夜里杨略来探望时 就像是献宝般地说到 杨略 我感受到了 是妈 杨略欢喜不已 觉得这孩子是个天才 可渐渐修炼下去后 这个秘迹却成了饥肋 李玄收工 开口吐出一口灼气 抬头看到了杨略 这个秘迹虽说提升修为有限 不过对身子的滋养却手去一指 李玄这些年东征西讨 吃过不少苦头 可身体却没有出过大问题 此刻想来 便有这套秘迹的功劳 杨略说道 陈一直不解陛下为何为殿下挑选了这个秘迹 姑以前也想不明白 后来自己有了孩子 看着孩子 心中便想 等他们长大后 定然不会让他们去历险 父母恨不能把孩子的一切都包办了 恨不能一切危险都远离他们 这个秘迹能让姑身子康健 却无法让姑成为好手 修为不高 姑必然不敢立写 如此便能保住性命 杨略没有孩子 文言心中一震 然后就想到了孝敬皇帝 那位面对各方声讨依旧冷眼已对的男人 对自己的幼子却是独情深 陛下杨略叹息 李玄把不经递给江贺儿 也想到了孝敬皇帝 他拍着院子里的大树 亲生银送道 人皆养子望聪明 我被聪明误一生 为怨孩儿于且鲁 无哉无难道公卿 较近皇帝当初让姨娘带走李玄 想来心情应当是很复杂的吧 他令囚龙未隐于市井之中 等待召唤 这便是对这个孩子抱着一丝希望 但他却为这个孩子选择了最稳健 也是最为无用的秘技 他又令囚龙未待命 若是多年后无人召唤 便各自散去 在这些自我矛盾的安排中 李玄窥探到了一位父亲的矛盾心态 唯姑复仇 不 让那的孩子安安稳稳地活下去 最好 什么都不知道 唯怨孩儿于且鲁 无哉无难道公卿 杨略轻声叹息 当年陛下喜欢抱着殿下在外散步 嘴里偶尔会轻声说些什么 不过无人能听见 江赫尔也听得吃了 在外界的各种传闻中 把孝敬皇帝描述成了一个果敢的人 为了革新大唐 不惜飞蛾扑火的勇士 这样的人 想来该是坚毅 不该儿女情长 可得知孝敬皇帝的这等矛盾心态后 江赫尔反而觉得那位陛下越发的有血有肉了 也越发的令人感到亲切 原来 她也是这般疼爱自己的孩子吗 李玄的心情很好 一直以来 她觉得父亲对自己太过冷漠 从令生母皇室陪同一起饮鸩自尽 到把讨逆的众人压在自己的肩上 这一切 令李玄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工具 可此刻 她却窥探到了父亲对自己的疼爱之情 某些东西 在渐渐消散 于是她胃口大开 吃了两大碗伯托 令江赫尔目瞪口呆 吃得太多了 殿下 娇嚣时 李玄起身 准备一下 去加谷关 现在就去 江赫尔问道 对 大军没动 李玄带着一万旗出发了 当远远地看到建州城时 李玄说道 去看看 江赫尔嘟囊 就不担心被突袭吗 当看到北江军时 城头井中长明 阿什纳燕荣一路狂奔着冲上城头 在哪 在哪 她看到了大旗 不经倒戏一口凉气 昨日才将击败南疆大军 今日就要迫不及待地攻打建州吗 城池不错 李玄直指城头 作为关中以南的屏障 建州必须要重视 这还没拿下建州城 她便开始了指点江山 可所有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城头人头攒动 叛军在集结 李玄甚至还看到了烟火 这是准备熬煮金枝吧 她笑了笑 心灭的道 肿中哭不耳 李玄走了 阿什纳燕荣松了一口气 她看看左右 都面无人色 接下来该怎么办 家骨关丢失 道州在北将军的手中 唯有越州能给予建州增援 但显然这是个奢望 也就是说 建州成了一座孤城 将军 我们逃吧 有人低声道 阿什纳燕荣并没有为时中堂笑死的念头 但却摇摇头 拒绝了这个建言 天知道建州周边此刻有多少北将军 一旦城中一动 北将军必然会集结 出了建州城 外面就是狩猎场 谁也不知晓这一路会死多少人 兴许 没有人能安全到达越州 绝望 就像是一只秃鹫 在众人的头顶上盘旋着 骑兵以来的骄狂 荡然无存 投降 这个念头第一次在守军的心中生喜 有人低声道 秦王说过 一族人进了中原烧杀抢掠 那便别回去了 这话就像是一记炸雷 炸得所有人浑身一震 是啊 在刚结束的大战中 北将军就是不纳将 斩杀数万叛军 用于驻金关 想想自己会成为巨大师山中的一员 众人心中冰凉 一个叛军突然好哭 阿娘 阿娘 我要回家 家谷官 在偷袭成功后 魏王就令人去招募勇士 关中沦陷后 溃兵们散落在乡间各处 听闻魏王夺取了家谷官 纷纷来头 半日就多了两千余人 城头上 李寒搓搓手 你怎么想的 关中依旧有识中堂的人马 加起来万语 若是他们得知消息 定然会反扑 魏王神色平静 而在昨夜 有人建言 当控制关中 并暗示 控制关中后 可封锁属地到关中的通道 也就是 把李密丢在属地 置之不顾 殿下 有人求见 李寒回身 就看到一个青山飘飘的中年男子 寒笑看着他们 李松见过殿下 李松姿态洒脱 老夫在山中修炼 得知殿下夺取了关中 特来道贺 魏王莫然 陛下出关中时 带走了长安权贵高官 看似坏事 可却也让殿下少了掣肘 这话 分明就是说客啊 沉默修炼 莫非修炼的是名利 李寒心中冷笑 关中末也千里 当年高祖皇帝便是以关中为根基 最终成就地业 如今江山板荡 殿下再度掌控关中 老夫以为 这便是天命啊 普通人说天意 而王者说天命 一字之差 却天壤之别 魏王依旧冷漠 时逆顿逃 他在南方势力根深蒂固 必然会想着卷土重来 而北将军乃是可军 孤军深入 必须得速战速决 如此 秦王必然会大军南下 与时逆大战一场 以求得在南方的根基 李松叹道 两军大战 关中便是渔翁啊 话说到这个份上 按理魏王该开口了 可他却只是看着远处的群山出神 若你不尴尬 那么尴尬的便是别人 李松依旧自说自话 关中依旧有不少家族选择了留下 如今长安无数空缺 大王只需招贤纳士 那些家族自然会欣喜若狂 到时候 人才聚集 钱才聚集 这便是大业的根基啊 另一个世界中 刘皇淑进了蜀中后 便用各种手段拉拢当地大族 这才站稳了脚跟 别看帝王尊贵 可有句话叫做山高皇帝远 帝王的尊贵只在皇宫之中 在广袤的天下 主宰者不是帝王 而是那些肉食者 也就是刘松口中的那些家族 释迦门法跟随皇帝远钝 那些家族却选择了留下 不是不想走 而是他们不想跟着蜀地 继续被一家五姓压在头上 魏王开口 那些家族 原先是准备投了十逆吧 呃 那些家族选择留下 当然就是想观望 若是十逆展露出一些明君姿态 有天命在身的运气 这些家族说不得便会那头就败 只需数十年 他们的家族将会取代释迦门法 成为新的顶级肉食者 这等诱惑有几人能抵御 至于你说什么正邪不两立 抱歉 在这些家族的眼中 利益才是永恒的 而王朝 便是流水 李松有些口干舌燥 可魏王却没有赏赐一杯茶水的意思 真是个 有暴君前职的太子啊 有人托了老夫来敬言 李松看了魏王一眼 这人竟然依旧是冷若冰霜 大哥 这是有人要来投奔你啊 你好歹给个笑脸 行不行 李松干咳一生 殿下夺取家谷官 人心振奋 不少人准备了钱粮准备落军 若是殿下不戏 他们愿为殿下效命 这话已经是果果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 大佬 只要您吆喝一嗓子 只要你开个口 答应给那些家族好处 那么 请客兼您便是关中之王 想要不 有动静 这时有人喊道 气氛一下就紧张了起来 李松走过去 就见远方有烟臣 赤骑兵 守军中有老族很是笃定的道 至少万语 这是赤猴 会是谁 城头此刻依旧是以魏王的老底子为主 心境投效的那两千余人还未曾完成编队 一对骑兵从烟臣中冲出来 身披的悬甲令老族惊呼 是北将军 浩浩荡荡的骑兵来了 当那面大骑高高举起时 李松说道 殿下 杨逆来了 魏王看了他一眼 老狗 第1354张篡位的贼子 加古关原先是一条山道 后来以山道为中心 修建了关爱 关爱依山而建 高大坚实 要想攻克加古关 只有一条路 那便是以赴攻城 可如此险要的关爱 要死多少人才能攻克 若是守军人数足够多 粮草足够多 想攻克就是一个梦 很是险要 寒记叹息 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说的便是这等关爱吧 贺连荣说道 关中被称为帝王之姬 不只是因为卧野千里 更是因为关中周边一守难攻 能修生养习 立兵落马 若是论卧野千里 南方比关中更为出色 可南方却养不出王者 时中堂大败后 这种舆论就甚嚣缠上 关中才能出真笼 那些人叽叽喳喳 说什么关中方能出真笼 可殿下却是在北方成就的基业 谈记击窍地道 等殿下登基后 老夫想看看 那些人的脸会是什么模样 现在还得先拿下加古关 否则 难道让秦王再到周登基 那会成为天下笑柄 可李玄此来之带着一万骑兵 明眼人知晓 这不是来攻城的 城头的李涵也看出了李玄的意思 他想和你谈谈 城下一个秦王 城头的却是为帝临走之前御封的太子 按理 秦王还得低一头 可李玄的身后是广袤的北帝 是北疆无数军民 以及北辽故地 他侠击败叛军的威势而来 谁敢居高临下俯瞰他 李松说道 殿下当作出决断了 关中大族对秦王没有好感 世家门阀不可动 这是铁律 可这位秦王却马踏引穿阳士 在北疆 他把那些豪强收拾得欲哭无泪 不少家族被迫离开北疆 这位对大族没有好感 所以 关中大族宁可魏王上位 也不肯让李玄入关 这也是他们委托李松来做说客的缘故 只要魏王点头 前两人才 包括军队 他们马上就会为魏王准备好 这是天赐良机啊 李松微笑着 等待魏王点头 李涵看着城下那面大旗 隐隐约约看到了李玄 取久未见 这人看着更为威严 怎么办 李涵担心会弄成一个死局 大王 他想劝劝 开关 李涵 李松 魏王回身 开关 殿下 大王 哪怕是被封为太子 可众人的称呼依旧乱七八糟的 这便是威权不在的体现 姑说了 开关 魏王握着巨刀的刀柄 众人这才想起 这位可是动辄要杀人的 殿下 要不 陈去做个说客 谈记微笑道 狗约的李老二 这是准备和老子开干 李玄心中骂骂咧咧的 脸上却云淡风轻的道 不着急 殿下 关中乃是根本那 谈记眼中多了狠色 天下大族对我北疆并无好感 臣敢打赌 此刻关中大族正在鼓动魏王自立 每多一天 魏王便会壮大一份 殿下 脱不得啊 特怜荣摸摸光头 夺取关中 乃是第一要物 否则我大军南下 关中突然从身后杀出 这便是关中的重要性之一 谁掌控了关中 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当年李唐便是在关中猥琐发育 静观天下烟尘互相厮杀 当决的时机到来后 便出兵 打一阵子 哥又回来猥琐发育 等决的力气恢复了 哥又出来了 看来 还得要做一场 李玄干咳一声 刚想吩咐回去 他准备先把剑舟打下来 以剑舟围落脚点 封锁关中 殿下 王者无私 慈悲嘴里说的话 却一点都不慈悲 唯天下计 那些情义都该抛开 戒备 前方有人力喝 什么意思 李玄一争 就见关门在缓缓开启 这啥意思 李老二难道还敢出来 何故做一场 可他手中就几千人 李玄叹息 狗约的啊 关门大开 一记缓缓出来 穷壮的身躯 腰间巨刀锋 身外惹人注目 来喝酒 为王招手 菜呢 李玄问道 自己弄 可有肥羊 有 关中的肥羊 三味轻 且鲜嫩 好 李玄策马出去 殿下 灵飞报响 跟着 不必了 李玄摇头 孤一人去 谈记咬牙切齿的道 跟上 突袭 杨略策马出来 老夫也去 李玄看了他一眼 笑道 也好 宁亚运摇头 他知晓 换了自己开口 秦王定然会拒绝 准备 慈悲的眼中第一次多了杀鸡 这是见识不对 就要突袭加骨关 搜了些 李玄策马过来 李看着倒是多了些风霜 魏王说道 操心多了 就不能少操点心 我也想 可特娘的那些人不消停啊 也是 魏王看了一眼杨略 杨略 当初带着我南下的侍卫统领 李玄介绍道 魏王汉手 策马掉头 二人缓缓进了加骨关 谈记得额头在冒热戏 姜河摸摸自己的额头 心想今日不热啊 慈悲和尚的眼中全是杀鸡 右手紧握 连一向从容的老帅锅 此刻也是握紧了主尾 仿佛下一刻便会飞剑斩杀魏王 三人进了关门 关门竟然就这么敞开着 咦 韩记亚然 关键是 关门内外都没人 也就是说 此刻被将军若是冲进去 加骨关便易住了 李涵就站在关门出来的长街上 剑名 子泰 二人许久未见 格外亲切 魏王的驻地占地不大 不过难得的有个水池 初室下面有口井 故而水长年不绝 李涵也住在这里 水池边摆好了按几盒席子 李璇坐下 有仆役开始生火 一头肥羊正在整治 腌制半个时辰 李璇吩咐道 直接烤来更美味 李涵说道 你懂还是我懂 李璇一句话令里寒无语 送了酒水来 魏王吩咐道 凉风袭袭 水池边的大树被吹得速速作响 令人心旷神疑 每人一坛子酒水 杨略就站在边上 摇头拒绝了美酒 三人默然喝酒 不知过了多久 魏王问道 是你麾下如何 虎狼之师 这话双观 一方面说石中堂麾下的凶悍 一方面说叛军的残忍 此战之后 石匿只能顿入南疆 等待北将军攻伐 可携南州了 李涵叹道 石匿带着主力北上 他们竟然能大败 南方养不出真龙 魏王说道 这话的根本是 男人的秉性 无法征伐天下 北人汉勇 所谓慷慨悲歌之事 说的便是北人 持中堂退出了逐鹿天下的行列 那么天下大事会如何 北将军如日中天 但南帝有时中堂在苟延残喘 属帝有魏帝和长安的无数权贵和释迦门阀 关中 更是有许多居心叵测者 持功名 西江 南州 天下依旧还在纷乱 谁要想掌控天下 就得当凭这些势力 阿耶令本王为太子 打的主意是甩锅 魏王很清醒 他一路往蜀地顿逃 却一路传来留言 说本王乃是天下兵马大元帅 统领大军束手关中 这特么的太不要脸了吧 也就是说 关中失手和他里面没关系 是监国太子 天下兵马大元帅的锅 记得当初宣布此事时 老二看着如是重负 那一刻 太子之位成了烫手的山芋 杨松成看向本王的眼神不对劲 仿佛是看着一个死人 魏王冷冷地道 是啊 时逆破了加古关 阿耶顿逃 本王麾下就数百旗 不死何为 他们去蜀地 就不担心回不来了 李玄很是好奇 蜀地虽说也称之为物也千里 一手难攻 但蜀地有个致命的问题 天语异语 就是个边角 你怎么攻伐天下 世家门伐别的没有 耐心不缺 魏王喝了口酒水 他们能隐忍 譬如说尹川阳是多年前 曾隐忍百余年 直至四任帝王之后 才密到机会 支持新帝登基 重新成为天下显贵 也就是说 若是时逆破了蜀地 他们会选择臣服 对 魏王点头 一族五百年运 迎人百年救世了 等天下风起云涌时 便是杨氏再度崛起的时机 李涵说道 紫泰 世家门法能倚仗的不只是田地店铺 最要紧的是 人外 就说尹川杨氏 千年传承下来 就说殷轻 数都数不清 杨氏每年开销巨大 那些钱财去了何处 都用于维系人脉 魏王一番话令杨略多看了他一眼 心想未递的这个小崽子倒也有些见识 只要这些人迈在 尹川杨氏便能再度崛起 魏王眼中多了恨意 本王的孩儿啊 他的长子便是被杨氏的人下毒 成了个憨傻的 肉烟好了 狐纵来请示 开始吧 李玄说得很严肃 三个大男人看着肥羊被架在火堆之上 一脸正色 杨略觉得这头肥羊变成了一头鹿 天下逐鹿 有人劝本王掌控关中 静观天下风云变幻 魏王说道 大王心动了吗 李玄问道 你一直很谦逊 李涵突然说道 但这次 我不准被谦逊 李玄说道 这个天下 是他的 杨略的眼中多了一彩 这个孩子从小就是个好人 哪怕知晓那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依旧不舍对他们下狠手 他一直担心着 担心李玄会优柔寡断 可此刻 他的担心都消散了 阿爷一旦知晓本王掌控了关中 会马上掉头 魏王嘴角微微瞧起 带着一抹讥讽之意 进了长安城 他会鼓吹自己是王者归来 随后 大带是悄然把本王拿下 幽静 等待时机处死 他就不能留你一命 李玄问道 留着本王 会让他想到自己的狼狈 李说 人活着只顾全力 有趣吗 李玄走过去 蹲下 开始给肥羊刷酱料 魏王蹲在他的对面 摇头 很无趣 人 不该是欲望的奴隶 老夫对你的杀鸡 消散了三成 杨略副手看着魏王 小时候家中偷偷做了好吃的 会瞒着我 可我不傻 秀着味儿就去了 随后被呵斥 或是令我去做事 等回来时 什么都没了 李玄翻动着肥羊 后来我渐渐明白 这不是我的美食 于是我进山狩猎 自己烤了猎物吃 不管美味与否 我只知晓 这是我的东西 唯有自己的食物 吃着最为美味 他不想和大侄子翻脸 故而一再暗示 这不是李玄这一支的江山 当初阿爷登基时 有一日去后宫阿娘那里 神采飞扬地说 今日朕羞辱了某某某 很是爽快 后来本王才知晓 被他羞辱的乃是孝敬皇帝一脉的重臣 那人当朝说 当善待孝敬皇帝的儿孙 被阿爷当朝羞辱 魏王平静地说着皇室秘兴 本王也曾打听过当年之事 丁长知晓的不少 他说 当初孝敬皇帝倒台和被处死 都有许多可疑之处 特别是帝后中毒 更是疑点重重 所谓谁获利最大 谁的嫌疑越大 本王知晓 此事 与阿翁阿爷脱不开干系 火焰舔势着肥羊的铜体 滋滋作响 一滴油脂滴落下去 啪的一声 炸了起来 魏王看着火焰有些出神 阿翁和阿爷登基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清洗老臣 本王开始不知为何 后来看了史书才知晓 唯有篡位的贼子 才会这般干 李玄心中一动 第1355章秦王入关了 魏王董事早 他知晓自己和母亲在后宫生存的根基便是李密 他也曾既希望与李密能伸手 为他们母子这封闭雨 但李密提起裤子转身就走 把自己的女人和孩子视为末路 他绝望之余 本能地挥舞拳头来保护自己的母亲 帝王这个词 在他的心中从此成了负面 他开始读书 一次听先生读史 分析历史人物时 魏王突然就生出了兴趣 他开始看史书 他的知原先的太子不是自己的阿翁 而是孝敬皇帝 孝敬皇帝怎么了 好奇的魏王和丁常打听 丁常说了自己所知道的 当初宣德帝和武后对孝敬皇帝很是疼爱 孝敬皇帝但凡生病 立后都会心神不宁 宣德帝甚至会挫潮 心自探问病情 和一关探讨诊治的法子 若是一切不变 那么谁也无法撼动孝敬皇帝的地位 后来孝敬皇帝开始观政 宣德帝的眼睛不好 于是武后临朝 也就是二圣灵朝 宣德帝的病情好好坏坏 总是没法痊愈 偶尔还会因为病情加重割下朝政 于是便是武后独揽大权 就是在这个时候 宣德帝令太子参政 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孝敬皇帝参政后 不断针对大唐的各种弊端提出谏言 帝后对此很是欣慰 也就是到了这里 兵长叹息一声 说到后来就变了 孝敬皇帝被多方攻击 可地位依旧稳固 直至会乱宫中之事后被废 会乱宫中 说的便是孝敬皇帝涉嫌调戏宣德帝的妃子 随后 李元就成了太子 在后来便是帝后中毒倒下 震杀了孝敬皇帝 可后来帝后却毁了 也就是说 帝后中毒 不是孝敬皇帝干的 那么 是谁 魏王本能地想到了李密 唯有这等毫无情义的处生 才会对自己的亲人下毒手 他没说 只是默默地观察着李密 威严 风度翩翩 多才多艺 且擅长全谋 这是个令人心折的帝王 但到了后宫 这个男人便会本性毕露 旅人只是他发泄的工具 而孩子 只是发泄的产物 在他的眼中 唯有自己 肥羊开始焦黄 李玄神色轻松地翻着 差不多了吧 魏王问道 李玄摇头 最里面海生 魏王说道 能吃一些就够了 李玄看了他一眼 里面更美味多汁 魏王摇头 不是自己的 本王没兴趣 李玄 他已经准备好了和大侄子做交换 他甚至愿意在大唐的某个地方 为大侄子留下一块地方 就算是他的封闭 但交换都还没开始 这人竟然就 李就不想 站在高处看看世间 李玄问道 站在高处看 难道世间能为你变个模样 魏王一句话梗的李玄无言以对 是啊 李就算是站在山巅 可世间万物依旧是那的模样 魏王伸手拿起小刀 割下来一块肉 他把肉递过去 李玄 这是欠你的 魏王说道 李玄接过外交里嫩的烤肉 他不要脸 本王要脸 魏王仰头干了一杯酒 某次为冷 无需可怜本王 更无需把本王看作是傻子 李玄和李涵相对一视 心想谁敢把你当作是傻子 小时候 本王以为 帝王无情无义 长大后才知晓 帝王是无情无义 可能做到阿耶这等地步 把妻儿视为敌人的 还有 魏王把空杯子递过去 把蛋让叔父为你蒸酒 李玄付匪着 李涵抢先一步拿起酒坛子 为魏王蒸酒 本王冷眼看着阿耶 看着他不要脸的夺了太子的妻子 看着他与自己的儿媳双宿双飞 看着他把太子当作是玩物 那一刻 本王心想 这样的人坐在玉座上 真是李氏的耻辱 大侄子 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本王有个念想 魏王看着李玄 把他弄下来 他起身 本王是做不到了 你来 他转身走了 脚步稳健 但眼中却有些孤寂之意 他从小在宫中体验的是人情冷暖 是父子相残 出宫后 却遇到了李玄和李涵两个好友 从此后 他便截然一身 不 还有妻儿 带着妻儿远顿 去某个偏僻的地方 狩猎 种地 聊此一生 魏王骄傲 不肯低头求人 所以 哪怕是手握家骨官 依旧不肯以此为筹码交换什么 哎 李玄回头 飞扬太大 你让我一人如何能吃完 官门一直敞开着 城头的守军却如同是惊弓之鸟 格外警惕 李说 若是关中依旧在里面的手中会如何 谭记问道 这是个难解的问题 赫连荣说道 他也紧紧握着关中与属地 可观中一群吃肉喝血的贵人怎么办 他们岂会做事 可李密绝不可能逆袭 谭记对李密是真的不屑 没错 李密是无法逆袭 可有个问题 赫连荣摸摸光头 那些贵人会如何 你想说什么 当他们觉得自己的饭菜少了 鸡肠碌碌之下 你说他们会做什么 投靠叛军 没错 至于投靠秦王这个选项 二人默契地略过 对于大族来说 秦王前科累累 若是可以 他们宁可让石中堂 这个异族执掌天下 而非李玄这位前太子之子 也就是说 殿下实则是挽救了魏帝 二人面面相去 都觉得这个发现真的令人无语 明雅运甩甩主委 对于子太而言 魏帝父子活着 未必是坏事 这时官上有人喊道 哎 干啥 这边有人问 进来 啥 快些进来 发生了何事 韩记心中一警 麻痹的 老夫就说魏帝的狗崽子信不得 官上那人喊道 都喝多了 再打架 快些来啦啊 数百骑率先冲进去 随即令人传话 并无圈套 老帅郭第一个进官 接着是囚龙卫 一个里寒的护卫尴尬的在等他们 快快快 众人到了魏王的驻地 还没进去 就听里面轰隆声不绝于耳 这时 在拆房子呢 特怜容眨巴着眼睛问道 进去看看就知晓了 一路到了后面 就看到魏王和秦王抱在一起摔跤 二人鼻青脸肿的 边上李寒在傻笑 而周围的乌鱼倒塌了一片 现场惨不忍睹 这时 杨略过来了 武爱 达达更好 赤儿的起因不复杂 李玄和魏王互相灌酒 一边狂饮 一边说着羊肉该烤嫩一些 还是老一些 不知怎地 就扯到了两家的恩怨 魏王想去极北之地 便下不许 于是便打了起来 杨略神色古怪 去极北之地 有些赎罪的意思 也有些被开恩怨的意思 魏王竟然也有逃避之意 而李玄不许 便是情义在作祟 对于杨略来说 魏帝的狗崽子死光了最好 可此刻他却难得的为魏王说了句好话 这人 可惜了 可不是 若魏王不是皇子 哪怕是的李涵般的宗世子 此后必然会成为李玄的左膀右臂 两个人疲惫地躺在地上喘息着 先把你欺而接来吧 喝多了打架会觉得格外的虚 比甚虚都虚 留他们在长安 魏王说道 二人看着蓝天发呆 极北之地没意思 主要是没人杀 李玄有些头晕 到时候看吧 我正好有令人探寻海外的意思 到时候你若是有兴趣 可主持此事 有趣 魏王问道 海中有大鱼 大的不像话 还有无数能吃的美味 什么帝王蟹 什么带鱼 什么苏子蟹 什么大虾 海胆 则 李玄摸了一把嘴角 没口水 大海碧蓝 一望无影 好 我去 魏王心动了 只是 只是什么 若是遇到大风大浪 基本上就交代了 大风大浪多吗 好像不少 魏王 关中落野千里 这不是吹的 但这落野千里 大多属于贵人 大唐立国之初 关中人口凋零 所以才能行府兵制 更战无双 王朝如流水 缓缓向前 每一年都会诞生新的贵人 何为贵人 必须是权力在手 但只有权力的是蠢货 这话是梁静某日喝多了说的 这话说出来后 无数贵人恨死了这货 必须得有钱财 但钱财是爆发户追求的事尔 咱们追求能传给子孙 后代万万年的江山 田地 想想 家中良田万寝 每年都会产生收益 这才是聚宝盆啊 可田地都有主人了怎么办 想办法夺过来啊 贵人一开口 地方官吏产孝着出手 于是 大唐多了一批失地的流民 也多了一个家业渐渐膨胀的家族 当这样的贵人越来越多时 关中的田地大多都成了他们的产业 所以 让大唐孝奥天下的府兵制 崩了 马氏便是关中大族之一 在盼金破了加古关后 长安传来消息 皇帝要跑 王鼠帝跑 这是一个信号 但凡有实力的接口来 至于百姓 不好意思 你家中的粮食够这一路吃吗 不够 那你跟来作甚 这是个你没法灿河的场面 回家待着去 长安的权贵大族几乎清朝出动 而马氏距离长安五十余里 得知消息后 马聚集中和儿子马熙商议了一番 犹豫再三 决定不走了 南北都没了 陛下多半是要完了 就算是他后面能在许江山 老夫敢说 帝王必然不会是他 大清早 马洪中被着手 在自家庭院里散步 两个侍女跟在身后 一人拿着谈语 一人拿着茶壶 阿耶 儿子马熙来了 如何 池中唐绿主力出关决战后 关中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瓶颈之中 除去打探消息之外 所有大族都停止了对外活动 都秉袭在等着这场能决断大唐江山归宿的大战结果 马熙今日出去 便是打探消息 阿耶 魏王攻占了加古关 马熙带来的消息令马聚集惊呆了 陛下王属地去了 临走前封了魏王为太子 天下兵马大元帅 可谁不知晓这便是个被锅的蠢货 可这条咸鱼 竟然翻身了 马洪中不敢置信地拍拍自己的额头 然后面色一变 关中太复杂 水太混 魏王太年轻 把握不住 糟糕 陛下定然会归来 那人阴狠 一旦重新掌控关中 必然会报复 马熙抹了一把汗 我便是这般认为的 阿耶 当下该如何办 若是重新表示效忠 马氏的脸面都没了 我的儿 脸面和荣华富贵相比 孰轻孰众 马洪中问道 马熙神色挣扎了一下 荣华富贵 那可不就是了 马洪中说道 快 令人带着钱财去追陛下 通过含石头献给陛下 就说老夫病重 无法跟随陛下出关中 不过 老夫的病情好转了许多 马上就来侍奉陛下 好 马熙去安排 马洪中散步的步伐放缓了些 如是重负的道 原先老夫还愁如何靠拢石中堂 如今看来饭不着了 陛下那里虽说知晓咱们不走的缘由 可他的对手太多了 天下纷乱至此 他也难辞其咎 如此 能拉拢一人便是一人 马是 妥当了 他心中一松 喝的一声 侍女捧着弹于上前 呸 马洪中舒坦的拍拍胸脯 令人准备好酒 老夫庆贺一番 为大堂贺 为陛下贺 马熙急匆匆地回来 阿耶 怎么 这时嗅到了老夫的美酒 马洪中笑道 阿耶 魏王献出了加古关 秦王 入关了 平 阿耶 阿耶 第1356张落凤坡 许多人希望我滚远些 李玄摸摸轻肿的嘴角 看着关中方向 其实 当下姑还真不想进长安 杨略站在她的身后 说道 许多人希望殿下能进长安 姑知晓 李玄讥窍地道 长安城中的权贵大多跟着魏帝跑了 这个大堂的政治中心 此刻空荡荡的 多少人希望取而代之 姑若是进了长安 随后他们必然会鼓动姑登基 殿下一旦登基 必然会大肆封赏 且会组建新潮 那些职位大多空缺 多少人在眼热 杨略看着李玄 有些心疼 地位越高 能坦然相处的人就越少 姑早就知晓了 李玄微笑道 利益才是驱动一切的魔鬼 姑 暂且不进长安 多少人会失望 多少人会欢欣雀跃 李玄看着关中 姑 再看着 秦王不进关中 有人想要个解释 韩记觉得这师儿很荒谬 姑行事 何须给人解释 李玄厌恶的道 这等人 让他滚 是 李玄召集文武官员议事 迟逆难逃 若是任由他在南方铁市商口 用不了多久便会重新成为威胁 姑决议率军南下评判 有人说道 殿下 那关中谁来作证 那可是帝王之机 没有大老作证不成 而且那人必须是秦王心腹中的心腹 众人都看向了杨略 这位才将来 可秦王和他几乎是形影不离 令曹颖主持关中之事 大事可非报孤 曹颖 这个在北疆消失了许久的名字再度被提了出来 当初被李玄冷落 最终去了长安的草影 被北疆官场视为患途落幕了 可此刻众人才知晓 论性重 他们还差得远 一打一拉 威仪尽险 赫连荣微笑着 心想这便是殿下的权术吧 不 是用人知术 敲打 在重用 谈记看了秦王一眼 见他谋色平静 在观察着麾下官员 心中不惊一领 张许 陈在 张许是林飞豹的副手 忠心耿耿 你领一万人马进驻长安 与曹颖一起坐镇观中 领命 竟然是张许 稍后群臣退下 江存忠和裴俭走在一起 我没想到竟然是张许 江存忠有些失落 他觉得自己能独当一面 可秦王确点了张许的江 要知道 张许可没正经领过军啊 那是囚龙位 陪俭话不多 关中乃大堂根本 坐镇之人首要忠心 至于指挥 曹颖在 军中也有将领辅佐 担心什么 陪俭看了他一眼 殿下能忍住 进驻长安的欲望 这便是胸怀天下 我等当以效忠殿下为荣 这是敲打 江存忠点头 我有数 不只是他没想到 北将军内部都颇为意外 过不想早早就把自己困死在宫中 李璇和李涵在喝酒 那个地方说是珍贵 可就是个囚龙罢了 李璇眼中有些厌恶之色 他的父亲便倒在了宫中的陷阱中 为帝会乱宫中 父子相残 在你的眼中 宫中就如此不堪 那就是个烂泥潭 脏透了 龙舟 到了龙舟后 来了一场秋雨 皇帝不走了 秋雨中扎营最是纠结麻烦 军神们在抱怨 贵人们也皱着眉 头痛在这潮湿的气候下 素颖的难受 皇帝自然没这个烦恼 他有超大帐篷 且里面装饰精美 也就是比宫中小一些罢了 该有的享受一个不缺 甚至 每日还能和贵妃歌舞一番 这小日子过得 就像是郊游 杨松城的帐篷搭好了 他走了进去 里面烧着一盆炭火 管事解释道 这是屈歇湿气 杨松城点头 坐下 陛下这是何意 郑奇有些不满地坐下来 眼看着就要到属地了 他却不走了 关中之外即将有一场大战 他在等着结果 杨松城接过蒲纵送来的茶水 惬意地喝了一口 浑身舒坦地道 若是叛军获胜 那他会比谁都急 郑奇吃笑道 被石匿拿住了可不会有好结果 被那个匿种拿住了 你以为他能有好结果 杨松城淡淡地道 那个孽种背负着孝敬的仇恨 若是拿住了他和太上皇 生不如死 郑奇摇摇头 随即告退 走出帐外后 郑奇突然一争 好像老夫也不会有好下场吧 里面 杨松城眸色悠悠 也在考虑这个事儿 若是北将军获胜 尹川阳是会如何 当初 他的眸子里多了一抹冷意 孽种 必然不得好死 梁静最近很忙 他派去属地的人回来了 那些兄弟说了 相公若是到了属地 依旧是他们的大哥 好兄弟 老梁感动得热泪银筐 就是有个人问 当年像公欠的嫖子 是不是该给了 卧曹尼玛 那钱爷爷当初给了那个女人 梁静破口大骂 随后 去求见贵妃 大帐外 天马赢得豪手冷冷地看着梁静 我求见贵妃 梁静觉得这些鸟人 不 是五鸟人对自己的态度有些变了 等着 晚些 梁静被带了进去 大帐被分为几个区域 一进去就嗅到了香味 几个大香炉在边上熏香 烟气鸟鸟 压下了潮湿的女腥味 皇帝坐在那里 手中拿着一卷书 见过陛下 梁静行礼 百观如何 皇帝淡淡问道 都有些抱怨 梁静说道 为何 皇帝的眼中多了些冷意 在出长安之前 何人敢如此无礼 那些人说 梁静犹豫了一下 嗯 皇帝冷冷地道 你也敢敷衍阵吗 臣不敢 梁静低头 那些人说 若是要去蜀地 便该一路即行 若是不去 若是不去 该如何 不去就等死 皇帝等死 俺们等着投奔新军 人心有些散啊 皇帝没动静 梁静等了一会儿 大胆抬头看了一眼 见皇帝 再看着虚空发呆 陛下 皇帝摆摆手 谈石头说道 跟咱来 谈少兼辛苦 梁静习惯性地摸出了一块玉佩 然后才想起这事在皇帝的眼皮子底下 赶紧又收了回去 含石头的眼皮跳了一下 他带着梁静去了格出来的一处 贵妃正在卸妆 脸上为红 看着像是刚舞蹈的模样 阿兄 见过贵妃 等含石头出去后 贵妃问道 你不在外面忙 来我这里作甚 哎 梁静叹息 外面的人心有些散了 贵妃不解得道 不能吧 为美哀 李这就如同是笼子里的金丝雀 压根就不知外面的险恶 梁静压低声音 百官抱怨 将士抱怨 如今外面就如同是一罐子水 眼看着就要沸腾了 贵妃把玉拆拔下来 双手拢住散下来的长发 摇头道 谁敢 梁静苦笑 阿妹 你不知晓 咱们带的粮草不多了 从昨日起军中就减半供给粮食 将士门怨声在道啊 啊 贵妃瞪大眼睛 不是说沿途的地方官府都给了粮草吗 你也不看看咱们有多少人 梁静觉得阿妹有些何不食肉迷的风范 很是惆怅 且陛下行行走走没个定性 那些人越发的不满了 等进了鼠地就好了吧 贵妃想到鼠地 不禁神采飞扬 多年未曾回来 也不知变成了什么样了 要小心 梁静说道最近你少说话 我本就不说话 这个说话指的是对外说话 贵妃自信的道 陛下在 怕什么 昨夜陛下还和我说了 到了鼠地便整顿大军 御驾轻征 她见梁静呆呆的 就问道 阿兄 你觉得不妥 梁静反问 你觉得妥当 为何不妥当啊 贵妃兴奋的道 我仿佛看到了二郎当年的雄资英发 梁静挠挠头 知晓鼠地那些恶哨打架打输了的应对吗 贵妃摇头 不知 梁静指着前方 仿佛有个厉害的人站在那里 色力内忍得道 你等着 爷爷回头带人来弄死你 贵妃 梁久 贵妃直指兄长 想呵斥 最终心一软 换了个话题 这地方叫做什么 梁静说道 好像叫做 若凤坡 皇帝召集了众臣们议事 朕当清律大军蒸发叛逆 皇帝朗声道 稍后 群臣散去 李姓妈 杨松诚问道 郑齐摇头 下官一个字都不信 皇帝兴许完全术有一套 领军厮杀就是各处 而且 皇帝也没这个胆略 郑齐说道 岳王那边 好似有些沮丧 岳王就在前方 身边带着两个侍卫 看着有些行单引之 叫他来 杨松诚转到了自己的帐篷后面 国帐 岳王来了 慌了 杨松诚副手看着外孙 二兄在关中也不知如何了 岳王说道 看来 你有些急切 杨松诚举手打断了岳王的解释 皇帝到了当下 微信扫地 这是最好的机会 岳王说道 本王当辅佐阿爷 呵呵 杨松诚很满意外孙的口是心非 安心 是 岳王硬了 杨松诚淡淡的道 百官对陛下颇为不满 但没卵用 岳王默然 君忠 对陛下也有些违词 岳王猛地抬头 文虎也有衰老之时 杨松诚拍拍外孙的肩膀 老夫在 安心 这话 信息量太大了 当年武皇垂暮之年病倒 李逆趁机发动宫殿 这便是趁他病 要他命 而如今皇帝威望扫地 正是好时机啊 岳王低着头 等杨松诚离开后 转身离去 赵东平等在另一侧 殿下 国杖是什么意思 岳王说道 越乱越好 皇帝逃得很急 狼狈不堪 加之长安大军大多被斗众带走 故而随行的军队不多 又五位大将军陈萧和又萧位大将军阳明和便是随行军队的统军将领 二人在喝酒 近日不少将士说吃不饱 陈萧吃了一块肉干 觉得有些硬 那么多人 兵荒马乱的 能有吃的就不错了 杨明和喝了一口酒 陛下吃得不错 陈萧笑得很是计较 那是陛下 杨明和说得轻描淡写 大将军外面有人禀告 有人求见 来人一席青山 杨明和认出了死人 国杖可是有话交代 来人微笑道 国杖说 军中将士怨声载道 骚扰了陛下歇息 来人告退 二人面面相许 国杖这话 传销琢磨了一下 陛下这是对咱们不满了 陛下不问过程 只看结果 杨明和知晓皇帝的秉性 军中缺粮 将士们有怨言理所当然 可在陛下的眼中 却是你我二人失职 回过头 你我可美好 陈萧看着杨明和 杨明和似笑非笑道 你收了国杖什么好处 陈萧笑道 你呢 杨明和指着外面说道 日落了 二人捧腹大笑 哈哈哈哈 第1357张先下手围墙 杨松成在喝茶 哪怕是出逃 他依旧带了不少 自己习惯享用的东西 唯一的麻烦是粮食 国杖 家中管事来禀告 咱们带着的粮食 被那些将士盯上了 给他们 杨松成淡淡地道 可咱们怎么办 管事问道 吃饱和被弄死 你选一个 杨松成看着管事 是 管事告退 青山男子进来 国杖 陈萧二人看来是懂了 杨松成磨缩着茶杯 很是惬意 江山丢掉大半 如今狼狈在外 这算是帝王 老夫这个女婿历来心狠 此刻怕也是茫然无措了吧 他喝了一口茶水 该换人了 皇帝最近喜欢看书 出逃时带了数十卷书 他没事儿拿着一卷 一做就能做半天 帐篷的帘子被卷起 一人悄无声息地进来 行礼 见过陛下 皇帝的视线依旧在书卷上 嗯 天马营统领汪海看了韩石头一眼 禀告道 陛下 陈萧与杨明和二人在饮酒 国杖的人去见了他们 不知说了些什么 嗯 皇帝缓缓放下书卷 眉间多了冷意 他这是觉得阵落难了 想趁机发难 让老三登基 一句话 就把杨松成谋划的目的给揭开了 韩石头说道 陛下 不可小觑 时逆与那个孽种之战的结果出来之前 他们不会动手 皇帝的眸子里闪烁着韩石头熟悉的神采 他就像是一个绝世剑客 独孤求败 此刻却发现了一个值得出手的敌人 在大战出结果之前 任何大动作都是愚蠢的 汪海 在 军中有阵安排的将领 带着钱财去 告诉他 拉拢些队阵中心耿耿的将领 领命 皇帝嘴角含笑 见韩石头有些唏嘘 就笑道 石头这是想起了什么 韩石头说道 奴婢想到了陛下当年 当年皇帝发动宫变之前 也是用钱财收买了宫中守卫 这才顺利杀了进去 善于用拳术的人 对人心的揣摩也最为出色 皇帝哈哈一笑 眼中有回忆之色 那年 朕 意气风发 韩石头告退 帐外 孙老二在等他 如何 韩石头问道 孙老二说道 咱去问了相熟的将领 说那边大战估摸着还得要十余日 十余日啊 已急了 那么多年等下来 咱不急 那你握拳作甚 这一路逃亡中 靖台的人心也有些散 随行的将士吃不饱 但靖台的人却不缺吃的 他们大多是好手 随便潜入到地方大户的家中就能搞到粮食 不过 后续他们发现地方大户许多都跑了 现在的情况不大好 赵三福和郑远东在营区的某个隐秘之处一事 郑远东的官服许久未曾玩喜 看着有些狼狈 什么意思 前面是京台县 靖台的人去打探 发现县令和官吏都跑了 郑远东一争 这是树倒狐孙散啊 老郑 时机来了 赵三福有些欢喜 军中将士对他的不满到了极点 若非陈萧和杨明和压着 早就爆发了 老夫知晓 可陈萧与杨明和立场不明 郑远东伸手 什么 别告诉老夫你没吃的 李堂堂兵部侍郎 连块饼都弄不到 赵三福讥讽道 别说是老夫 张焕都饿了半日 郑远东说道 赵三福摸出一个油纸包 打开 里面竟然是一只鸡腿 郑远东挤口急了 然后回味了一番美 此事我以为该发动了 赵三福压低声音 可鼓动将士发难 老夫已经在准备了 郑远东的毛子里多了冷意 老夫令人在军中散布消息 说叛军正在追来 军中缺粮 叛军正在嫌尾追及 前方官吏逃窜 二人相对一笑 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油然而生 花花扮作是随行的名副 每日就在营地的核心区周边转悠 此次他带着十余好手而来 按照秦王的吩咐 盯着卫帝 花花 那是真王 江星和花花扮作是一对夫妻 不经意就看到了在帐外站着的真王李姓 花花看了真王一眼 陛下的刺子 是 江星说道 当年在宫中时 老夫曾护卫过他 希望他不要与殿下争 花花对真王可没有什么好感 若是秦王下令弄死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 他会毫不犹豫地下手 前方经台县官吏逃跑的消息传了回来 人心散乱至此 谁的责任 杨松城和一群大族族长在喝茶 一群人默然 谁的责任 两久 淳于山说道 始终堂是谁提拔起来的 皇帝 但直接说皇帝自然不妥 贵妃 杨松城看了说话的那人一眼 没错 梁静觉得自己好像被人盯上了 他急匆匆去寻贵妃 阿妹 不知何人在盯着我 阿兄 你这是累了 回去歇息吧 贵妃刚得了皇帝的保证 最多半月 秩序将得到恢复 消息还没来吗 杨松城问道 持中堂已经出关了 正齐也有些急 一旦出关 就在无转环的余地 这一战 应当快出结果了 那就 再等等 杨松城说道 老夫不急 岳王那里却有些急不可耐 静台的庄子往返于营地和关中之间 去了十五人 回来七人 剩下的八人不知是死了 还是跑了 战事依旧没有消息 加古关封锁住了出关打探消息的路线 盯着加古关 赵三福随即去禀告皇帝 知道了 皇帝点头 赵三福告退 等等 皇帝叫住了赵三福 问道 岳王在做什么 在看书 还请教了先生 果然是勤奋那 皇帝赞道 但赵三福怎么听都觉得是机缝 臣 告退 皇帝看着他出去 冷笑道 老三从小就聪明 不过却阴 老大和老二时常发生冲突 每次他都置身事外 可有一次阵旁观 却发现他在悄然添油加醋 里的狗崽子都不是省油的灯 含石头心中冷笑 不过 若是愚钝的皇子 怕市场不大 唯有一个 晋王 他就算是能继位 也只是杨松城一伙人的傀儡 大唐 那是谁的大唐 国杖的意思 让大王孝顺些 赵东廷给岳王分析着杨松城的话 就在先前 岳王去求见杨松城 杨松城让他最近谨慎些 本王难道不够孝顺 岳王的鼻梁鼓有些歪 影响了整体感官 从原来的孱弱 竟然变成了凶狠 本王每日都会抄写一个时辰的佛经 为阿耶祈福 每日本王早早起来去帐外等候 等阿耶醒来 洗漱 吃了早饭后 才能进去问安 回来后 本王还得装作是好学的模样读书 你可知本王此刻最想做什么 赵东廷叹息 本王最想做个市井百姓 每日为了三餐发愁 却不担心亲人在背后捅刀子 岳王第一次这般发泄自己的不满 本王娶了王妃 却令他不得进宫 本王怕什么 怕那条老狗 他双眸通红 他不缺女人 天下的美人儿任由他采截 他要的是刺激 要的是借此羞辱自己的儿子 本王故作孱弱 可若是废太子的禁欲在本王的身上重演 本王担心自己会控制不住 弄死他 天家父子 恍若仇敌 赵东廷亲声道 殿下 再等等就好了 不到死的那一刻 他不会丢下权力 岳王冷笑道 可不让他们 也可有所求啊 赵东廷提醒岳王 你的外祖也不是善查 小心成为傀儡 人人都说天家无亲情 没有就罢了 可他们却把自己变成了毒虫 皇宫之中 乃至于长安城变成了一个毒屋子 一群毒虫在互相撕咬 咬死了对手就咬自己的亲人 直至剩下自己一人 岳王深吸一口气 本王失态了 换作是老夫 怕是早就崩溃了 赵东廷很是佩服岳王的能忍 本王不准被忍了 岳王冷冷地道 哪怕是做杨松城的傀儡 本王也要让那条老狗颜面扫地 盯着三郎 必要时 烛光下 皇帝的面容有些模糊 是 光海映了 皇帝冷冷地道 杨松城倚仗的只是三郎罢了 岳王便是杨松城的底牌 可皇帝准备把他的底牌给先了 朕 不完了 智夜 皇帝睡得很好 而贵妃却有些难以入眠 今日梁静再度来求见 说外面的军事在议论纷纷 说大唐国是衰微和他有关系 我一介女人 不参合朝政 大唐到了这般境地 和我有何关系 贵妃觉得委屈 借着烛光 她看了身边的人一眼 皇帝对着她睡得很香 嘴巴张开 能看到萎缩的牙根 有些发黑 不知何时 皇帝因以为傲的乌黑长发 却多了斑白 一缕咸水在皇帝的嘴角缓缓滴落 记得是哪位医官说过 睡觉淌口水 是皮不好 夜深人静 静王却精神抖擞地在外面转悠 她悄然在帐篷之间游走 偶尔听听里面的动静 然后不屑地离去 她到了母亲明妃的帐外 悄然摸了进去 阿娘 最近一直睡不安稳的明妃猛地坐起来 谁 我 静王低声道 是我 六郎 明妃揉揉眼睛 你这是要作甚 阿娘 大事不妙 什么意思 最近我看到那些臣子和将士 看阿爷的眼神不对 颇为不满 甚至是不屑一顾 阿娘 阿爷不妙 明妃心中一松 和咱们没关系 回去睡觉 阿娘 杨松诚等人却颇为活跃 静王觉得母亲就是个蠢的 一旦月王登基 杨松诚他们会弄死我 那 那可怎么办 要乱才有机会 晚些 静王出现在了营币周边 这里是军队的地盘 此刻不少人依旧没睡 在帐篷里发牢骚 饿死老子了 皇帝今日午饭吃的是烤羊 那烤羊肥啊 滋滋冒油 看看咱们吃的什么 午饭没有 晚饭就半张饼子 半个时辰就饿了 爷爷只能喝了一肚子的水 躺下就咣当咣当地作响 要命的是 明日不知吃什么 这日子没发过了 没错 出来说去 都是陛下的错 他吃饱称地去把徐国公弄掉 让时中堂那的一族人上位 不可胡言 难道我说错了 那是陛下 是贵妃兄妹 对 是贵妃兄妹 外面突然有人说到 狗贼 且等着陛下的处置吧 帐内的众人心中恍然 急匆匆地出来 可外面空荡荡的 看不到一个人 静王弯着腰 一溜烟往皇帝的帐篷跑去 后面那些军士宁笑着 既然要弄死咱们 那就先下手为强 第1358章兵变 贵妃一直睡不着 各种念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 一会儿是皇帝大发神威 镇压了各路叛逆 一会儿是叛军追上了他们 他浑身燥热 而且有些恶 外面传来了低喝 谁 是本王 快 本王有要事禀告阿爷 贵妃一争 是何事 外面职业的是天马营的内侍 有人要谋反 外面安静了一瞬 接着有人说道 陛下 陛下 贵妃轻轻摇动皇帝 陛下 皇帝睁开眼睛 借着烛光 贵妃看到了冷漠无情 陛下 静王求见 皇帝的谋色渐渐恢复正常 坐起来说道 让他进来 贵妃缩在被子里 一头乌黑长发散在枕头上 静王进来行礼 皇帝冷冷地道 大半夜你不睡觉 要坐肾 阿爷 静王说道 我睡不着 就出去转 静王最近喜欢半夜出去转悠 这是儿天马营的禀告过 在外面军营中 我听到他们说准备谋反 还提及了什么吃不饱 阿爷却能吃烤肥羊 还有人说 有人说 出了什么 皇帝的眸色冰冷 出越王仁慈 帐内安静了下来 静王偷瞥了一眼 发现皇帝神色殷勤不定 阿爷 他们说要谋反 静王说道 皇帝看了这个从不关心的儿子一眼 见他眼中皆是如目之情 心中不禁冷笑 说道 朕知道了 是 静王告退 陛下想弄死咱们 周边的军营中 数百将士聚集在一起 咱们原先在长安好好的 如今却在这里受苦 这是为何 昏 呜呜呜呜 奸宁当道 以至于南疆谋反 对 正是如此 如今关中沦陷 天下大乱 可奸宁却还在 奸宁不死 大乱不止 气氛渐渐起来了 有人跑去禀告了陈霄和杨明和 什么 陈霄不敢置信的道 他们想谋反 不 说是诛杀奸宁 谁 贵妃兄妹 陈霄拍拍脸颊 觉得清醒后 一边穿衣 一边吩咐道去请了杨明和来 老夫来了 杨明和的声音中带着重重的鼻音 他掀开帘子走进来 目光炯炯的道 可是你发动了 老夫才将得知 说好了等大战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动手 可现在营中却鼓噪了起来 压下去 陈霄咬牙切齿的道 万万不可在这个时候动手 先去看看 二人出去 一股声浪涌来 诛杀奸宁 那些将士拿着火把 把营地照得恍若白昼 李登想要做什么 陈霄立鹤道 都回去 有一部分将士缓缓后退 好 杨明和暗自叫好 他刚准备出去 就听人群中有人说道 陛下准备镇压咱们 那些准备退却的将士止步 气氛不大对 胡言乱语 杨明和立声道 陛下从未说过这等话 可这些年得罪了陛下的人都哪去了 人群中有人说道 是啊 都哪去了 不是流放就是贬官 甚至身死足灭 皇帝牙字必报的性子谁不知晓 今夜既然闹了起来 必然无法善了 诛杀奸宁 有人振臂高呼 诛杀奸宁 走 去念见陛下 有人起哄 随即上千将士乱哄哄的 就往皇帝的大帐去了 沿途带动了更多的人吗 声势越来越大 回来 陈骁喊道 可没人听他的 咱们必须去 杨明和面色铁青 否则事后军中将士不瞒你我二人 那些人又把咱们恨之入骨 天下之大 再无你我容身之地 这二位此刻算是里外不是人 劝阻无用 皇帝自然会把他们视为逆贼 若是他们不去 麾下会把他们视为皇帝的走狗 自己人中的叛徒 走 陈骁小跑着追上去 跟着老夫来 杨明和叫来心腹 赶紧去禀告国障 就说军事门自行发动了 国障年岁大了 营地外闹哄哄的 声音隐约传来 几下就吵醒了他 他觉得头皮发麻 太阳血涂涂涂地跳 一种想抽自己耳光的怒火油然而生 去问问是何事 杨松诚吩咐道 国障 北等外面的仆仲去 有人来禀告 国障 那些将士喊着诛杀奸命 往陛下那里去了 杨松诚愣了一下 陈骁和杨明和在作甚 来人 更衣 黄春辉一家子在营地靠外的地方 军营终于闹腾 黄春辉就醒来了 他闭着眼 听着那些喊声 猛地起身 阿爷 黄鹿和他住在一个帐篷里 迷迷糊糊地醒来 这是怎么了 兵便 魏忠也醒来了 阿爷 好吵啊 魏灵儿在隔壁帐篷不满地道 这是闹什么 兵便 赵三福冲出了帐篷 哪里闹事 营地周边一片火光正在往这边移动 心拳出来 面色严峻 兵便 郑远东也发现了兵便 他面色大变 时机不对 唯有在大战结果出来后 那谷子对皇帝的不满才会达到顶峰 雍王已经醒来了 他急匆匆穿衣走出去 真王就在外面 闹起来了 哪里 雍王问道 说是兵便 真王笑得很是开心 多年前 老狗发动宫便 多年后 有人发动兵便 报应不爽啊 哈哈哈哈 雍王一争 想到了这些年的艰辛 不禁骂道 老狗也有今日吗 阿爷 你看看那 真王咬牙切齿地道 李逆这条老狗的报应要来了 二兄 我更关心那一战的结果 雍王说道 他若是胜了 咱们的处境会越发尴尬 真王面色冷峻 咱们是兄长 你我的生母都比皇室高贵 按理 该是咱们登基 可江山是他打下来的 他平和让给咱们 雍王苦笑道 所以 咱们的存在 会令他忌惮 真王指着前方 今夜便是最好的机会 若是为弟父子相残 两败俱伤 赵三福他们会发动 你 雍王一争 你如何知晓 到了现在还想瞒着本王吗 真王冷笑道 郑远东对本王虽说恭敬 可每次谈及大业总是含糊以对 不涉及根本 本王刚开始不解 上次与你一同进宫赴宴时 郑远东见到咱们 第一个看向了你 真王看着雍王 你看中谁 当他出现时 便会第一个看着他 看似脾气急躁的真王 竟然有这等观察能力 雍王叹息 二兄 你的急躁 怕也是装的吧 你的孱弱难道不是 两个为了保命 在长安装老时的前皇孙 此刻相对无言 先看今晚 雍王说道 别为第一家子还活着 咱们兄弟却先争斗起来 传出去真是个笑话 本王从不在乎外人的笑话 只在乎以后到了地底下 见到阿爷时如何说 真王看着火光往大营中间去 轻声道 本王想问问阿爷 难道那个墙堡中的孩子 就比本王更强吗 皇帝穿好了衣裳 在寒石头的陪筒下 坐在大帐内 贵妃就在里面 神色复杂地想到了兄长这几日的话 阿妹 陛下要重判清理了 先前皇帝起床时对她说道 朕将与你白手与共 还有什么情话比这个更能打动人心呢 那一刻 贵妃落泪了 梁靖没多累 她差点被吓尿了 睡得真香时被闹醒 梁靖很是恼火 她批主意上出来准备叫骂 却看到了朝着这边移动的火光 以及呼喊声 朱沙奸宁 外面一群文武官员 都面面相觑 梁靖打个哈欠 迷迷糊糊地问道 奸宁是谁 所有目光缓缓转向了她 梁靖 梁靖跑了 周边 花花和江兴在商议 这是兵变 他们喊着朱沙奸宁的口号 是针对梁靖兄妹 江兴柔柔眼角的眼屎 不过 若是不小心 弄不好为帝救活不成了 那些军事敢杀皇帝 花花觉得不能 理不知小兵殿 江兴说道 那些都是血气方当的大汉 罪意被人鼓动 一旦热血冲昏了脑袋 说个简单的 知晓图成吧 花花点头 再胆小的人 看到同袍肆意杀人 也会被激发出骨子里的戾气 殿下说过 这叫做 兽性 兽性发作 什么帝王 一刀杀了 什么贵妃 一起睡了 花花一争 魏帝不能死 魏帝一旦死了 对秦王来说就是终身遗憾 咱们潜入进去看看 将心也颇为头痛 魏帝身边好手不少 不过在这等时候 好手也无济于事 乱军掩杀之下 好手也只能跪了 走 二人顺着人潮往大营中心涌去 诛杀奸宁 数千将士 促勇着陈骁和阳明和前行 前方有十余官员 为首地指着他们喝道 你等要作甚 还不退去 火把照耀着那张脸 有人说道 是维言 维言是维氏的中间 在中枢任职 前途无量 此刻他看着威仪不凡 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令人不惊赞道 果然是维氏子 那些军士依旧前行 呛狼 有人拔刀 刀光闪过 一个个军士踩着无头的尸骸继续往前 那些官员转身就跑 杀人拉 大帐中的皇帝身体一震 兵变的性质与死伤有关系 若是没杀人 那么一切都还好说 杀了人的乱兵 乱兵们到了大帐外 诛杀奸宁 梁静就在大帐内 先前他发现这些人的目标是自己兄妹后 本想逃跑 可转念一想阿妹还在皇帝身边 于是又绕了回来 阿妹 他们来了 梁静面色惨白 贵妃却从容地道 安心 二郎在呢 必然护得咱们周全 梁静摇头 你姓她 贵妃看着兄长 你难道不姓 梁静犹豫了一下 缓缓点头 请陛下一剑 乱兵再呼喊 大帐内 皇帝问道 是何事 几个侍从文官进来 陛下 梁静谋反 梁静在里面冷笑道 抢导众人推啊 皇帝淡淡地道 朕怎地不知 请陛下一剑 外面的喊声越发的洪亮了 皇帝起身 朕去看看 他走出了大帐 外面被火把罩的亮堂 数千将士在等着他 那眼神 竟然少了敬畏 多了解傲 第1359张次绸断 数千将士把前方堵得水泄不通 陈肖和阳明和站在最前方 这些将士要如何 皇帝心中一冷 见过陛下 陈肖和阳明和行礼 那些乱兵犹豫了一下 见过陛下 至少对朕还保持着敬畏 还好 皇帝心中一松 身后有人靠近 赤石头 皇帝心中为暖 在这个时候 也只有石头才这般大无畏跟着朕 出了长安后 你等一路艰苦 朕尽之 皇帝和颜月色的道 属地不远 到了属地 便能修养生习 朕 必不令赏赐 这是安抚 而且皇帝既然说了要赏赐 必然会赏赐 这便是一言九鼎 金口欲言 数千乱兵沉默着 皇帝说道 都散了吧 我等不退 数千人高喊 我等不退 灵力中带着暴力的气息扑面而来 皇帝不禁后退几步 那一张张脸看着是如此猙獰 令他心中不安之极 石头 你去问问 是 弹石头走过去 问陈肖二人 你等要如何 陈肖看了一眼杨明和 说道 梁氏霍乱后宫 梁静霍乱朝堂 欲图谋反 臣请处死此二人 不是弄死老狗就好 韩石头回去禀告 陛下 他们要求处死梁湘与贵妃 皇帝冷冷地看了那些乱兵一眼 告知他们 此事 朕自会处置 韩石头过去回复 可外面的乱兵却依旧不散 双方陷入了僵持 杨松城在周边 心声道 他不能死 至少不能死于乱军之手 否则你无也难逃一劫 乱军一旦杀了皇帝 那就是叛军 既然都大逆不道了 所有的约束力都失去了作用 随后就是一场屠戮 这些权贵大多都难逃一死 郑奇说道 可陛下不答应 老夫这个女婿的心狠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能亲手勒死 何况一个女人 此刻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台阶罢了 里去一趟 是 郑奇去了 杨松城一晃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岳王 他唯唯汗手 岳王一脸忧心忡忡的拱手 仿佛 是一个为老夫担忧的孝子 郑奇从侧面过来 行礼 陛下 当下局势危急 弄不好就会有不忍言之事发生 臣请陛下早做决断 说着 郑奇跪下叩手 皇帝冷冷地看着他 郑奇低头 那些乱兵都在盯着这里 既然发动了 自然不可能掩齐息鼓 皇帝默然良久 贵妃身处宫中 如何能知晓谁要谋反 老狗这是想甩锅 还识头说道 陛下 虽说贵妃无罪 但将士们既然以此为由发动兵变 若是他们兄妹依旧还在陛下身边服侍 那些将士如何能心安 大伙儿此次把梁氏兄妹得最惨了 若是梁氏兄妹还活蹦乱跳得在皇帝的身边 依旧位高权重 以后定然汇报负咱们 皇帝知晓这个意思 他默然 果然 这条老狗心动了 韩石头心中冷笑 说道 陛下 行事为己 当断则断纳 一旦乱兵失去耐心 只需有个人带头 请客监视君戏马便会上演 若非想着留下老狗给李玄处置 韩石头此刻便能弄死他 孙老二在侧面 眼中绿色闪过 花花和江星等人已经混了进来 不只是他们 不少人都混了进来 皇帝的身边仅有几个侍从文官 众臣们呢 陈慎在自己的帐篷里端坐着 乱军去了陛下那里 逼迫陛下处死梁氏兄妹 一个官员忧心忡忡地说道 大事不妙啊 他的好日子 到头了 陈慎冷冷地道 他的女儿也就是孝敬皇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妃 陈芸儿在禁院中的道观里修行 李逆逃跑时连自己的女人都丢下了不少 更别提那些人 想到女儿落入叛军之手 陈慎的眼中第一次多了杀鸡 那条老狗 该死 张焕在自己的帐篷里发呆 相公 乱兵气势汹汹 无人能镇压 他们请相公前去安抚 一个官员禀告道 张焕只是呆呆地看着虚空 相公 相公 官员叹息告退 帐篷里 张焕悠悠地道 自作孽 杨松诚的帐篷里 淳于山眼中闪烁着绿色 该动手了 此刻不能杀他 杨松诚说道 老夫知晓 老夫的意思是说 不杀老狗 可能杀他的羽翼不是 淳于山音笑道 把他的羽翼尽数减除掉 一个孤家寡人 难道还能与我等争斗 杨松诚看着他 梁九说道 老夫早有安排 皇帝站在那里 侧对着外面的乱兵 而在大帐中 贵妃早就起来了 和梁静二人站在角落里 陛下能护住咱们 贵妃自信地道 梁静却面色惨淡 阿妹 在这等时候 除去至亲 没人会顾着咱们 陛下就是至亲 贵妃笃定的道 三妹呢 梁静问道 贵妃摇头 不知 国国夫人也跟在皇帝身边 昨日二人还悄然在一起 待了半个时辰 出来后 皇帝面色为白 脚有些打颤 幸而寒石头及时送上 风行长安的回春丹一枚 快跑 国国夫人带着儿子 我等威逃出了大营 他回头看了一眼火光冲天楚 双手核实 阿兄 阿妹 对不住了 回头我找到落脚楚 再给你们上香 他在等什么 花花问道 皇帝处着一根拐杖站在那里 看着格外的悲凉 惊许 是等援军 将心想到里面的手段 不禁生出了些信心 汪海悄然来到了皇帝身后 低声道 陛下 那些将领在联络麾下 他发现皇帝的身体突然一松 那种如是重负的气息 他都感觉到了 陛下 早做决断 磐石头说道 皇帝看着那些人 朕 乱兵们也在看着他 那是贵妃啊 陪同皇帝多年的女人 二人好的秘里调游般的 人心都是肉掌的 和自己朝夕相伴多年的爱人 谁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 陈霄低声道 其实 弄死梁尽就好 何必加上贵妃 要提防枕边风 杨宁和说道 既然要动手 那自然一个都不能留 扯淡 陈霄冷笑 经过此事后 陛下威望大蝶 别说是梁氏 就算是陛下也得忌惮咱们 如此 何苦为难一个女人 有人要她死 陈霄心中一惊 看向杨明和 谁 岳王 贱人 你也该去了 岳王站得远远的 冷笑道 他和费太子是一母同胞 自从梁氏被皇帝夺走后 太子就成了众人眼中的窝囊费 所有人都知晓 太子必死无疑 贵妃也知晓 岳王和那位兄长并无多少感情 但对梁氏却深恶痛绝 皇帝老了 而贵妃却依旧美貌 谁都知晓 一旦皇帝去了 岳王登基 梁氏必然没有好下场 只需弄死梁氏兄妹 岳王就能赢得拨乱反正 外加为兄报仇的美名 故而贵妃对岳王冷若冰霜 岳王对她也是不嫁颜色 弄死梁氏兄妹最大的好处是 削弱陛下的威权 赵东平来到了岳王的身侧 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 这哪是帝王 岳王冷笑 阿阳说过 谁能弄死那个女人 她便动用阳氏的力量帮衬那人 皇后那边 国杖怕是不会管了吧 赵东平不觉得皇后 还能对阳氏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本王若是登基 国杖必然想进一步主宰朝政 可别忘了 他只是国杖 岳王的眼中有冷意 他若是把手伸得太长 必然会引发朝野声讨 那么 最好的法子是什么 皇后娘娘 岳王点头 嘴角挂着诡异的微笑 谁都知晓本王性子孱弱 若是无人辅佐 大唐为已 而辅佐之人最好不过的便是本王的阿娘 这是母子 赵东平叹息 这便是阳谷 岳王笑道 上一代最毒的便是阿爷 于是他坐上了宝座 下一代呢 谁最毒 赵东平打个寒战 弘彦跟着朕多年 忠心耿耿 皇帝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祥林嫂 在叹息 在倾诉 朕第一次见到他时 他正在笑 手中拿着一株桃花 在朕的眼中 桃花却不及他的娇俏妩媚 那一刻 朕心动了 于是你就出手夺了儿子的娘子 不知廉耻的老狗 弹石头低眉顺眼 大狼知晓朕的心思把他送到了朕的身边 这话有些无耻 刚开始废太子是极力反抗过 可被李密按了下去 梁氏和你的小命 你自个选一个 废太子选择了自己的小命 把妻子送给了父亲 他温顺 且知情知趣 朕喜歌舞 他便去学歌舞 朕身子不好时 他问了医官 心自为正傲药 好像那些药都被你另攒倒了 韩石头看着伤感的皇帝 心中计竅不已 朕操心正事 朝中多权臣 朕每日与他们周旋颇为疲惫 回到黎原 便只有红艳能令朕开怀 呵呵 你只是面对其他女人提不起精神来而已 韩石头想到了皇帝那几年吃的药 可无论怎么吃 都没法提起精神来 直至看到粮食 久违地感受到了激情 半废太子被皇帝亲手了死后 皇帝对贵妃也有些厌倦了 于是和国国夫人卷在一起 天可怜见 国国夫人年纪可不小 儿子都会勾搭家中的侍女了 可即便如此 皇帝依旧在她的身上找到了久违的兴趣 朕出了长安 这一路看到民生凋零 朕心疼 朕发誓 必将重整旗鼓 再造大唐盛世 皇帝看了一眼大仗 烛光摇曳 把两个身影映照在波曼上 那些贼子 竟敢发动兵变 陈霄与杨明和这事被谁蛊惑 杨松诚 皇帝的眼中多了愤怒 此刻本该同舟共计 那条老狗却选择了趁火打劫 还有三郎 那个小畜生 他没少在背后使劲吧 皇帝阴郁地看着外面 杨松诚和岳王想来正躲在某个地方 看着热闹 等着好消息 朕 岂会如这些逆贼的愿 皇帝站直了身体 目光威严扫过乱兵 摆白手 持头 奴婢在 赐粮食 绸缎 第1360张人呢 太上皇是单独一个帐篷 帐篷不小 但远不及皇帝的大帐 太上皇在喝酒 出长安时 他别的没带 就带了一车美酒 度年的幽静生活 他便是靠着酒水度过的 外面很是喧嚣 太上皇却喝得怡然自得 两个被迫起来营业的工人在侍候他 外面是闹什么呢 太上皇喝得尾醺 一个工人起身出去 再回来时 眼中竟然带着些兴奋之色 见到太上皇后 这才引住 太上皇 外面有乱兵围住了陛下的大帐 说是要弄死贵妃兄妹 太上皇缓缓喝了一口酒水 要死人了 是 好 看来僵持住了 花花和江星悄然摸到了大帐后面 弄死了两个侍卫 你不会想着把魏帝带走吧 江星轻轻放下手中的侍卫 不觉得这是个能完成的任务 怎么可能 花花摇头 那来这里作甚 若是魏帝被杀 抢了头颅回去 江星 现在的女人都那么野的吗 外面好些乱军 梁静探头出去看了一眼 这里好似不对 贵妃却在研究曲谱 阿妹 你还有心思弄这的 梁静跺脚 淡定 贵妃抬头道 外面突然安静了一瞬 这事走了 贵妃笑道 我就说二郎能镇压那些乱兵 大帐的脸部被人从外面掀开 寒石头走了进来 他双手捧着绸缎 身后是几个内侍 谭少奸 你这是 贵妃愕然 谭石头看着他们兄妹 送他们上路 贵妃一睁 把曲谱扔了出去 二郎呢 二郎何在 谭石头不语 二郎 贵妃瞪着眼睛呼喊 他的二郎定然是被那些乱贼拿下了 梁静突然叹息 阿妹 这是他的意思 不 贵妃对兄长怒目而视 谭石头行礼 奴婢就此别过娘娘 他走了出去 几个内侍走了过来 为首地说道 奴婢去年曾亲手勒死过两人 其实若是不挣扎 很快就去了 越挣扎 就越痛苦 贵妃面色惨白 二郎 梁静却展露了光棍的一面 好说 不过还请给我阿妹些体面 梁相好胆气 那个内侍赞道 外面许多人还等着查验二位的尸骸 那么 就此上路 梁静的面色一下就惨淡了起来 阿妹 贵妃已经站不稳了 要扶着他的肩头才能保持直立状态 反抗是没有出路的 外面都是叛军 而且还有天马营的内侍 梁静的拳脚也就是扼烧斗殴的水准 这些年丹羽响了 早就割下了 别说天马营的内侍 就眼前这几个榜大腰圆的内侍就能收拾了他 阿妹 梁静哽咽道 到了黄泉路 我等着你 两个内侍拉着绸缎过来 搭在了他的脖颈上 随后绕圈 缓缓收紧 梁静闭上眼睛 脑海中都是这些年的经历 贵妃的脑海中却是一片空白 皇帝没来 不是羞愧难当 觉得愧对于他 而是想干净利索地弄死他 早点把视而了了 脖颈上的绸缎渐收紧 贵妃的身体一颤 二郎的情意 从来都是假的 情意扑灭后的女人会格外绝望 莫名的 贵妃想起了那一幕 多年前 那个少年躺在他的裙边 仰头看着他 痴痴地道 娘娘真美 两滴泪水从眼角滑落 痴 耳畔突然传来了轻微的撕裂声 接着一阵微冷的夜风吹了进来 扑扑扑 身边有风吹了进来 贵妃嗅到了脂粉为耳 很廉价的那种 脖颈上的绸缎一松 贵妃睁开眼睛 就看到一个长相平庸的女人 冲着自己一笑 并伸出手指头在唇上 事意尽声 梁静却一脸惊喜交加地看着江星 她认识这人 是北江会馆的管事 贵妃探向兄长 梁静此刻泪流满面 姿态 哗哗低声道 还请跟着我登走 贵妃指着她 在指指江星 你们是谁的人 秦王殿下 皇帝站在那里 看着格外的沧桑 弹石头在她的身侧轻声叹息 陛下 姐哀 只有她知晓 皇帝压根就不在乎任何人的生死 除了她自己 此次之后 你我二人唯有靠拢国杖与岳王 才有生路 陈霄已经开始和杨明和商议善后事宜 国杖谋划多年 你以为只是为了推岳王上位 杨明和说道 岳王只是傀儡 老夫知晓 陈霄笑道 其实 跟着国杖比跟着岳王更好 为何 陛下这等无情 她的肿 老夫也怕 时间流逝 差不多了吧 杨明和说道 过了那么久 就算是勒死一头大象也够了 郑齐干咳一声 陛下 皇帝摆摆手 郑齐亲自去查看 他走进了大帐 外面的人都盯着他 等着那两句诗还被抬出来 来人呐 郑齐的喊声听着有些愤怒 以及震惊 皇帝和寒石头进了大帐 大帐内四个内侍倒在地上 看着气息全无 人呐 皇帝恼火地问道 扑 夜风吹了进来 皇帝打个寒战 这才发现大帐被划开了一道口子 他走到口子那里 伸手扒拉开 然后毁伸招手 盘石头心领神会地走过来 尝试着 轻松从口子里钻了出去 没人 盘石头看看左右 皇帝这才出去 帐后倒着几个护卫 但梁氏兄妹呢 皇帝的脸在发热 外面那些乱兵可是在等着看二人的尸骸 结果却发现人不见了 你说 他们会如何猜测 皇帝派人就走了梁氏兄妹 卧槽尼玛 狗皇帝 宰了他 只是想想这个后果 皇帝浑身燥热 这谁干的 皇帝看向正习 在这里 最想弄死他的莫过于越丈扬松城 而有这个动机 也有这个能力的 也就是杨松城 皇帝的脸扭曲着 老狗 郑齐也想通了前因后果 这事儿麻烦了 皇帝有大麻烦 但他可以甩锅 皇帝惊口欲言 只需发个事 就能把锅扔给国账 不妙 郑齐张嘴就准备叫嚷 平 弹石头一巴掌拍得他晕头转向 皇帝给了一个赞赏的眼神 钻了回去 他走出了大帐 外面火光冲天 那些军事正在等着看尸骸 皇帝开口 梁氏兄妹杀人潜逃 什么 就在乱兵们想发作时 皇帝举起手 朕发誓 此是非朕所为 皇帝从不发誓 因为他们自诩天之子 而且发誓降低逼格 所以 当皇帝举起手 认真发誓时 周边的魏忠不禁叹息 必往威严 由此扫地 帝王被乱兵逼着发誓 以后他可还能令这些乱兵归心 绝对不能 他可能令百官归心 绝无可能 皇帝自然知晓发誓的后果 但他别无选择 否则这些眼珠子发红的乱兵 发现梁氏兄妹逃跑 绝必会作乱 性命和威严之间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性命 这一刻 韩石头想到了孝敬皇帝 当年孝敬皇帝若是愿意低头 那么至少能保住性命 若是他愿意改弦一彻 保住太子之位也不是难事 可那位孤傲而不屑的太子啊 他拿着装满了毒酒的酒杯 冲着宫中唯唯一笑 仰头就干了 孤 宁可死 也不会低头 弹石头看着皇帝 火光下 皇帝的脸上密布着汗珠 有些紧张地举着手 等待着乱兵们的反应 和陛下比起来 李逆就像是一条野狗 布 赖皮狗 弹石头只觉得胸中大快 有些想仰天长笑的冲动 陈霄也愣住了 杨明和却很快判断出了此事的真位 低声道 此事必然是有人想陷害陛下 陈霄点头 对 二人几乎没想过皇帝故意放走梁氏兄妹的可能 只因他们知晓 皇帝压根就不可能用自己的威严 来交换梁氏兄妹的安全 皇帝没那份善心 若是需要 他甚至能亲手弄死自己心爱的女人 所以 是谁 杨松诚 二人的脑海中几乎同时想到了国杖 谁干的 杨松诚面色铁青 显然 他也想到了这事儿最大的嫌疑人是自己 身边的幕僚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蓄意的 陛下为此威严扫地 国杖也将成为那些五人的眼中钉 好手段 可当下怎么办 皇帝都发誓了 难道还得要他跪下 那还不如一刀剁了他爽快 此事 定然是有人作祟 陈霄做出了判断 对 杨明和背书 淡乱兵们的怨气怎么消解 陛下还得倚仗你等护卫前去属地 就算是到了属地 陛下还得有赖你等的护卫 至于梁氏兄妹 陛下 是否令人追杀 发话的是寒石头 一番话把皇帝从里面摘了出来 而且给了乱兵台阶 是啊 没有这数千将士 皇帝可能安全到达属地 就算是到了属地 皇帝威严扫地的情况下 没有这数千将士 他能在人生地部署的属地安枕 担心被清算的乱兵们心中一松 石头果然敏锐 皇帝同样心中一松 说道 赵三福 汪海 陈在 奴婢在 追杀那两个贼子 若说寒石头的话是给了乱兵一个台阶 那么皇帝把梁氏兄妹定性为贼子 则成功地化解了他们的怨气 贼子 遇到贼子怎么办 杀 有功无过 也就是说 梁氏兄妹以后但凡敢冒炮 杀了没错 狠人呐 黄春辉摇头 黄露扶着他 那是他的女人呐 在他的眼中 除去自己 都不是人 黄春辉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皇帝的皮 静台和天马营的人随即带着干粮准备出发 赵三福和汪海自然要留在皇帝身边 二人碰头 并未找到线索 汪海的人早已勘察了周边 可今夜太乱了 压根寻不到梁氏兄妹的踪迹 可问过话 赵三福问道 问了 可没人知晓 今夜大伙都在关注兵变的大戏 谁有兴趣去管别的闲事 他们兄妹能去的地方不多 赵三福说道 是啊 他们兄妹来自于蜀地 梁静更是有一帮子兄弟 这阵子他还联络到了那些人 汪海的眼中多了杀鸡 他定然会顿入蜀中 有梁氏在 他逃不快 妥 赵三福点头 于是两边人马会拢出发了 去哪 距离大营四五里的荒野中 将心问道 去蜀地 梁静说道 关中被叛军盘踞 去那里便是自投罗网 我在蜀地有一帮子兄弟 另外 我兄妹熟悉蜀地 哪里能藏身一亲二楚 我觉着 该去关中 花花摇头 为何 梁静不解 去蜀地至少还有生机 去关中 那是寻死 贵妃站在边上双手抱毙 夜风寒冷 可他的心更冷 此刻他还有些迷茫 勤王遣人来救他 这是 恋恋不忘之意 那我该怎么办 花花看了他一眼 关中 必然会落入殿下之手